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上一週介紹兩首東坡寫井的作品 我們所分析到它一個快速度跟慢速度的一個比較 那對東坡來說 類似他剛開始填詞 不過他有詩的創作基礎 因此對於只是要配合音樂來寫作 也並不是很難的事 尤其寫井言情 尤其文人常有很習慣的一些手法 不過我們從內明看到東坡 有它的一個依循過去 或者有它一個新的一個突破點 那慢慢它的詞從為他人創作 然後都個人的抒情是一般的寫作 當然有一個這樣的演變的一個過程 但杭州詞裡面都掺杂在其中的 不是說有這個到那個 因為有不同的場合 寫作的對象 然後寫作的一個氛圍不一樣 因此就互有稱詞 不過我們看到這個畢竟是它早期的詞 那裡面已經埋藏著它往後發展的一些因素 一些重要的一些特徵 那我們可以慢慢的把它剖析出來 那下面我們就看 不是純爛的寫景 是為人寫作的一種仇贈的作品 是送給別人 尤其他的長官們的一些作品 那有寫作的對象 我們講過語言的使用就因人而異 他在杭州來的第二第三任長官 分別是陳湘跟楊慧 前者是他敬重的長者 後者是他的老同鄉 兩個的個性也有差別 因此東坡賊為他們寫作的詞 也充分反映出 由不同對象而呈現的一個風格 一個比較偏 比較委婉的 輕力的一種詞風 一個比較大一種豪盪的 舒朗的一種女雕 那這個成為東坡日後 兩種重要風格的呈現的方式 那下面我們會有些作品 跟大家去看看就了解他的實際的狀況 那下面請大家先翻到第十八頁 我們要看一首形象子 第十首的形象子 那我們會對照的同樣的詞牌 前面那一首過七里賴 他也用了同樣的詞牌 他們另外一首要渡過那個江水 西間 呈現出一種流動的快速的感覺 那這首的不是這樣的邪情 他是要言情的 而且他會送給他的長官 刑上子 而詞的標題是叫 擔陽 祭 樹谷 擔陽是屬於現在的一個張書 那我們講的那一年秋冬天的時候 東坡北派遣到外縣市去巡視 因為有一些旱災的狀況 所以他不得不離開 等到第二年的春天還沒有辦法回家 那這首已經春天到了 他還在別的地方在擔陽 所以他就趁便 就寫了一個詞 被他在杭州的長官 陳樹谷 陳香 這首同樣的詞牌 你看看他怎麼樣去書寫 有別於前面那首 是完全寫景的作品 他這樣寫 他說西首江春 美雪飄群 秦河縣 處處銷魂 故人不見就去重溫 上萬物樓 孤山寺 永金門 尋常行處 提詩牽手 瘦羅山與浮紅塵 別來相逸 知識何人 由胡宗月 江邊流 龍頭雲 同樣的三個詞 三個詞的節篇 比如說這種台劇 因為不是剛才那一首 用了很多的動詞 配合那個短劇 來得很快的流動感 這首相對因為有抒情 語調會比較舒緩一點 所以有一首詞調不是一概而論的 你看你的布局 以及潛質造句 那種用語 還有整個情意的編排 那這首他都著意在 同樣的形象是因為有一點疏緊 所以語調相對比較委婉 舒當一些的 那在這裡我們看到 東坡另外一種言情的手法 有些事不能明白說 我們講的 間接言情呢 除了戒警言情之外 還有另外一種呢 從對方的立場裡面去寫 不從我的角度 所以我就看到東坡一種 將心比心 從我心 逆理心的一種態度 我如何猜測你 如何因為你今天 當然裡面有一種很有趣的一種 我在那邊到處很辛苦尋現 那你呢 在陳書谷 在一個春天道 一定也會邀請他的同僚 去遊山玩水的 所以裡面有一點 很有趣的一種對照 那我的 你怎麼了解我的心情對不對 因此就能夠用過去的經驗裡面去類推 他前面的一段 實際上是站在猜想 陳書谷現在在春天遊王的狀況 他以過去的經驗來類推 他不是從自己立場著眼 是先從對面 對方的角度去設想一個畫面 我們講的詞 不管怎麼樣 都有一種臨場視線的一個方式 就是一鋪陳出來 讓讀者能夠閉著眼睛 根據他提供的一種字面 去聯想一個空間 一種一個狀況 這只是作者的虛構一個畫面出來 讓你會好像跟著他 會體會到 當時發生的情形的 西手武江春 當然想的是陳書谷 他們這群人呢 春天到了 一定他們會遊山玩水 帶著他們的家眷同僚 就在江春之間去遊玩的 而且那個時候 美雪飄群 想像多美呢 對不對 梅花如雪般灑落在衣裙上 一般一個很溫馨浪漫的一個畫面 所以這個當然也許有他過去的一種共同出遊的經驗 因此今年的 重要是我身在別的地方 還猜想你今年也許跟過去是一樣的 那個情境也可以猜想出來的 那這裏也是 當然是引起了對有人的一份懷念的 他的北雪飄群 但是呢 當你們有了不只好玩了 怎麼以警言情 慢慢呢 就帶著一個情緒來 說情和獻處處銷魂 我們的魂本來守在心中的 很多狀況 那個魂就會離散 有時候興奮過度 悲傷過度 都會的 那個銷魂這裡是比較正面的 那也是有一種令人陶醉的意思 有無限的情意 因為有結伴同遊美好的春光 大好啊 展現面前 所以啊 當你們出遊的時候 有無限情懷 令人相當的陶醉了 當然東坡要照陳書谷想想看 你們玩得很高興 我在外面一個人苦哈哈去尋世 是怎麼的情境呢 你可以對焦出來的 東坡都是這樣 摩想了對方的狀況 但是呢 當你玩得快樂之餘 請到長官稍稍停一下想想看 故人不見 就去重溫了 那故人不是別人 是東坡他自己 如果你在那邊玩得快樂的時候 你會想想呢 今年出遊就少了一個我 你知道嗎 看不到故人我啊 但是呢 以前我們寫的歌曲 還依舊聽著 有一種自成相識的感覺 就少了我的參與 會不會稍稍少了一些樂趣呢 東坡這裡蠻幽默 看到跟長官之間的一個往返的 對不對 故人不見就去重溫 那這裡我們看到東坡另外一種技巧的 前面我們看到 直接寫簡 去描寫是一種方式 文件常用 這個東坡能夠從另外一角度去寫的 如果你沒有對情感的很信任的態度 沒有這種對人情的那種互動的 關懷的一份用心 你很不會用這樣的寫法的 東坡能夠從今天張世民 當然人家也不會覺得有他 因為東坡就是這種個性 他能夠去跟人做這樣的互動 所以猜測對方會不會 找不到故人我啊 這時候就有點稍稍的一種示意了 就去重溫 不過你們還是去玩了 去哪裡玩呢 去上萬壺樓 孤山寺 用金門 但這些都是杭州的一些名聖 所以春天來了 你可能當然不只一趟出遊 去很多次 可是這些都是習慾 我們都會去玩的地方 你一定去萬壺樓 孤山寺 永金門這些地方 不斷地出遊的 就把杭州的名聖都提出來了 那這些地方 朱姐有寫我就不多說了 反正都是很有名的一個地方 好 前半段就這樣寫了 接下來蠻貼切的 也蠻能夠有感人之處 好 下面當然我們說了 詞 不管怎麼樣 不只要敘述一個事情這樣而已 最重要的是 還是積極的個人情懷的一個撲數 如何由這樣的一種 對對方的角度寫頭 他自己呢 當然有後面那一段 要加強去補充說明的 其實最重要還是有言情 但有醞釀氣氛 一步一步把它推升 然後加重那種感覺 所以下面說了 尋常行處 提詩牽手 秀羅山與浮紅塵 這談到他跟那個城鄉之間的一個關係的 好 我們說剛才就是井方面的描寫 上面都人情的互動了 他說想到以前尋常行處 我們找到以前曾經一個區域這個地方呢 曾經提詩牽手 但想到以前我們呢 或者去年吧 我們出遊的時候 也在這裡面提很多首詩 當然牽手有點誇張 提到很多首詩 有些詩呢 就把它就提在牆壁上面對不對 有些詩呢就互相馈贈 提詩牽手 那這看得出了 他們呢 行歌作樂 能夠以詩籌現 那種互動關係多麼的密切 但你看得出文人以詩相通 他們心靈上的溝通是很深刻的 前面一段還不談到這個 這個能夠提到 第二段看得出彼此之間的那種關係 能夠提詩牽手 那現在怎麼都基於呢 他說秀羅山與浮紅塵 都開始了就開個玩笑了 這裡面呢就有一個典故 你看實在東坡用典故了 因為畢竟這首詩是寫給他同等詞的讀書人 不是一般歌旅去唱 但表面上還是可以體會出來 它並不太難的典故 秀羅山和浮紅塵呢 他裡面出自在宋代 那個青霜雜記裡面記錄一個事情的 以前有個人叫魏也 他曾經跟著扣萊公扣準同遊的 那就在一個聖社裡面各有提示 後來扣準當了宰相 而魏也一直就沒什麼做官 有一天他們同遊故地就發現 扣萊公扣準的詩已經 人用一些布脈把它圍起來 然後叫護欄杆圍去 待會很珍貴 而且現在宰相的詩人 至於魏也的詩在旁邊 本來是共同提的牆壁的 現在認為法人問津 他也沒有什麼地位 所以任由塵埃鋪在上面 都沒人去服侍 那時候魏也跟著童有一種暢然的 童人不同命 童那詩我也不一定比你差 因為你當了宰相 你的詩給人供奉在那個邊 我的詩就沒有人理了 任由塵埃鋪滿塵埃 但那個時候有個歌界就很會俠 他一刻看到魏也的神詩 一刻拿起他的衣袖 就插了魏也的詩了 魏也看得很高興 你說 你又如何 你終於有收羅上的一幅 還不如一個歌女 用他的收羅裙幫我插我的詩 來得更加的令人欣賞 就點過用這裡的 但這裡面東坡有點開玩笑的是 好 現在你就是尋常行處 對不對 也許要去到同樣的 以前我們遊歷的地方 以前我跟李承鄉 也提了詩在牆壁的 現在當然你是地方的首長 你的詩可能都被那邊 人家照顧得好好的 而我呢 我只是一個小通畔 在外面巡視不在場 可能也希望有個歌女 能夠幫我插插我的詩吧 那我就不失那個面子了 這個開個玩笑 這卻如果用電鍋 你不是很親密 你不能隨便這樣用的 對不對 東坡區也用到這個 繡羅上不符紅塵 這代表比起見的關係 但這裡面有點開玩笑的意味了 對不對 可是好了 問題顯得到這裡 他說別拉以相義 知識何人 所以就問了 當然這首詩要寄給陳述古的 對不對 當然已經是想到 想到故人不見 奏曲窮文 但是好像沒有真的探聽到 對方對我的真正的一種 思念的情懷 那究竟好 你也可能去到同樣的地方 看這些詩了 有同樣的一種想法了 那最後我們離開之後 最思念我是誰呢 當然東坡西彎都是 就是李承鄉 但是不好直接說對不對 所以不好說 你一定會失戀我 你好像太過莽撞了 太直接了 所以他寫什麼 有 胡宗月 江邊柳 還有龍頭雲 那時候人情的關係的地方 我們就持久的抒情 就抒著一份情懷來 誰最相識我 我們以為了 應該從人的角度去回答 應該就直接說 就是李承鄉 或者十一 跟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李了 不在話下 但東坡偏偏他就顧左右而言他 用疑情來代表這種情懷 照理由不言而喻 應該是他的好朋友承鄉的 但偏偏坐在這邊巧妙 繞個腕子 然後說另外一種話的 他把本來是人對他的思念 變成好像自然風景 事物對他的懷念之情 你看了 這些當然都不是泛指的 他說有 胡宗月 江邊柳 龍頭雲 那我們都知道了 這些事物 他這裡也跟前面對焦 前面是一個 一個單純的地方 比如擁金門 這裡不是 主要是什麼 胡宗之月 好了 月我們知道了 望月心懷 那月是有意思的 但如果你夜遊的時候看到月光 月光還會想念別人 月光是引起思念的一個意向 還有 江邊柳 江邊柳、柳樹 柳樹也跟離仇也有關的 看到柳有一種稀稀 思念的情懷會引生起來 這不得是虛用的 還有龍頭雲 符雲有子欲義 落優照故人情 這個雲也有跟離別有關念的 所以他這裡面用到 这样是西湖是前唐将写周章的名上的景物 那你上面的那些月光柳树还有云就失恋我了 因为这些都跟离别有关 但是我们都知道了这些自然之物哪来感情呢 是人望月人看老流 可能看到云的飘荡才想念别人 所以戏上也不是真的是自然的物 自然是因人而有的这种情感 那人当然不是别人就是你丞相 更不要说了连这些张约都能够失恋人了 那这个地方是哪里啊 是杭州 现在管杂杭州是谁啊 就是丞相 那这里说湖山的主人现在就是丞相了 那湖山会召唤我会失恋我了 那也等于是主人的召唤 你是这里的长官 你管这些管山管水的 那如果你看那些山边流都能够失恋我了 那管理这些山水的这个重要的主观里啊 何尝不是最重要的人物呢 就这里面转一个弯 实际上才表达对 就是你对我的思议 那今天我们看到东坡的词一种写的手法 不直接言情 很间接的 用了很多的替代的方式 所以写起来是很有层次的 我们刚才说了前面一段是很客观 告诉你了 想望湖楼几个三个地方去 里面都不带什么的感情 反而出了出了一个到一个 可是啊 当你要看到诗 诗里面的情感的表达的时候 就会触动一点更深刻的内在情谊了 因此才会带出后面的柳啊 云啊 月 这些都是会因人而生起哀愁悲怨离愁的那种啊 重要的物相 所以这里很有层次的 一步一步把它铺诊出来 那我这首诗要补充啊 跟上面那首《形象词》的对照 同样的一个词牌 实际上呢 因为书写的题目不同 是因人有一些不义 因此它传达的一个语调啊 就有一些称词 不是那么样的一致的 那下面呢 我们要接着这个来看看 它直接啊 一个跟仇正的作品的 那下面我大概看一首啊 叫《补算子》 第十六首的 词牌里面呢 有很多的子为名的一些调子的名称 我们说补算子 南歌子 南乡子 生扎子等等 那个子啊实际上就保留了一个音乐的特色 它本来就是写曲子的意思 曲子就是小调 子就是小嘛 曲子就是小调小曲 相对于唐代的一些比较一些大曲而言的 它就是一种小调小曲 所以可见一个调子是很短的 很流畅 很明白的一种调子 所以这个呢 补算 搞不好它刚开始的时候啊 是跟人的算命啊 补卦有关的一首小歌曲 对不对 那原来的调子也没留下来的 后来是跟着一种乐音再重新填写 但已经不时的根据题目来写作了 已经引申出很多的意思了 不过 你仔细看苏东坡就很奇特 东坡的全本的一个词里面 三百多首 它只填过两首不算字 这首是第一首 另外一首呢 是被贬黄州的时候写的一首很有名的不算字 却越挂苏同那一首 那东坡填词刚开始 第一 它是亦不亦趋 根据当时流行的歌曲来填写创作 因为它自己不大懂音乐 听惯了它就会写了 那当然东坡也不是随便的 你看看那个调子的音乐的属性 它是悲伤的 它是快乐的 就沿着这个情感来选用这些 大家熟见的词 所以可见东坡在这个杭州填的词 大家应该会推想 都是当时杭州流行的歌曲 他就把它拿起来填写 那他就有听过嘛 就比较容易学习 所以他不可能拿别的地方的歌曲来填写的 所以你看《形象子》 可能就是杭州的时候打了船上 还有《江城子》 后来东坡最喜欢写《江城子》 也许要预备 要容易驾驭 他也熟悉了 那这首《补算子》就比较例外了 很少人填的 对不对 但另外呢 东坡除了 第一 东坡这个人填词 他事实上并不是随意的 很多时候是很有意 很有兴趣创作 那过去的填词就是 词牌好了 来来填 或者音乐不错了 来来填 等东坡后来呢 就觉得词牌本身也有意思的 有时候配合它的内容来写作 所以有时候看东坡的词 用的词牌 你不要说它是等很随便的去使用的 后来你看看东坡在黄奏的时候写定峰坡 你看题目就知道它是有所为的做的 有定峰坡 如何做到封定坡之 本来是很不安的情绪 在风摇波动之间如何寻找生命的安顿 所以叫定峰坡 对不对 所以它有意思的 后面从杭奏开始已经看到了 除了实用的词调 或者音乐好听它把它写之外 也有一些它开始就因这个词牌的名称 来跟内容配合来写作 因此词牌跟它的内容是有关联的 这里面很有趣 补算子 这个补算子 也许东坡不纯然是要写补卦 可是很奇特 两首补算子都可以说 跟它的生命很有关系 刚才我们提到另外一首补算子 是东坡来到黄奏的时候 它不知道如何是好 觉得自己的身世好像孤红一样的 不想到架在何处 有一种重新决定自己生命的出处的那种想法 我自己的人生找寻一个归宿 所以它用补算子 那这一首呢 那内容很简单 它只有八句 可是你熟读这一首 就可以掌握到东坡词 又是早期词的 它重要关心的几个课题 那你先看看这内容 我等一下再说 他说这首诗在京口 自京口还前堂 道中记树古太守 这个刚才离开当阳的 就去了京口 京口叫现在的江苏的正江这个地方 这时候东坡还在外面巡视 等到春末才回来 那已经快回到前堂了 这个旅途中呢 他就很快把心情 就沉淀下来 写了一封这样的词 送给程太守 可以看得出了 这个时候的东坡语 不承认把词 它的这种歌词 拿着娱乐去唱作而已 它是有为有作的 它会把它变成书情词 而且不宁于跟它的长官 用词来沟通 可现在它已经把词提升到一个 可以互动沟通的一种问题了 他在这边呢 他说道中记树古太守 就送给它的长官 写明了 不离开杭州 都不知道如何失恋杭州 而且失恋故人 期待能够跟这位长官 就算再重逢 这词就写这个内容 好 你看看他写了 他说俗客到江南 长逸吴山好 吴俗风流自古通 归去阴虚照 还与去年人 共集西湖草 莫行尊前仔细看 应是永远老 这个词你仔细读的话 东坡里面呢 产生了几个课题 一个就是 里面有一种故乡的情怀 一首小手的词 实际上呢 它里面呢 这内容是很丰富的 跟我们平常单一的一个词称不一样 东坡就成这样的一种机会 束缩出它很沉重的心情 里面呢 实际上呢 纠结了一种思乡的情怀 现在因为回不了它的真正的家乡 只能把杭州大的家乡去看待 里面实际上有一种这样的情绪在其中 一直无法压抑的 后来它也会在别的词里面呢 直接的表达出来的 另外一种呢就是呢 一种既旅行义的一种哀叹 人到处飘荡 不得归宿的一种无奈 这词气上也表达出这样的一种情怀的 再来当然呢 在这样的过程中 人情的慰藉是最重要的 使得人可以心灵烧着火的一种安顿 有朋友之间的打气互动是很重要的 这个在东坡词里面当然也是很重要 很关注的一个课题 还有当然呢 在词里面这些词里面 东坡也不宁于表达出 这种岁月流逝的一种哀叹的 纵然它用比较幽默的 轻松的语法写出来 但竟然背后还是呢 很担心时空的一种变化 东坡早期的词 基本上呢都是围绕的这些课题 这种词叫补算子 好像为了自己补过 我的人生就是这样 脱离不了这些人在官图中的一种 身不由己的无奈 所以这词啊 尽管没有直接按照补算来做一种写作 但你们暗含的东坡 甚至预知它未来一样 它就永远纠结在这种情绪当中 这种词不需要东坡很好的词 可词可以做一个初步的了解 东坡早期填词里面的重要的几个课题 整个词里面充分的流露出来的 所以这词啊 你事实上 它原则写出来是不错 但事实上很多情绪是很复杂的 它说俗客到江南 这句话就很感伤 它是四川来的客人 就是俗客 来到江南杭州 它不管怎么样呢 现在离开去巡视 然后呢 宗宗就要回来 但回来这里毕竟也不是它的家 它宗宗只是个过客 它不是归人 它是个过客 山东的家现在是回不去的 所以这里面是很纠结的情绪 当然它愿意跟陈山分享 为什么 陈山也不是这个地方的人 他们都一样 因此会引起这种共鸣的 好 俗客到江南 到江南来了 现在离开了 到了外县市区 因此呢 长逸吴山好 吴山是杭州的一座山 离开了 我的俗客上面没有忘记 因为他离开了杭州 但毕竟我现在家人还在杭州 因此我当然不能 杭州也不错了 所以离开的时候 我这里也没有写到 他长逸他的家乡 而没上好 他不愿意说 只能长逸吴山好 难道他有错乱吗 也没有 都会慢慢一步一步告诉你 为什么会一直思念 吴山之好 吴山在杭州 为什么 他找个理由来 因为吴俗风流自古同 当然有层次 因为吴俗都一样 没什么差别 就可以错吧 杭州到梅州 无所谓 因为吴俗风流自古同 自古风流一样的 里面的文 人的来往 山水 受力的色彩 都一样 所以 中央是属客 知道属的地方回不去了 既然 吴跟属是差不多了 风流 运势都一样 那我也很喜欢 因此 归去 应许走 我就早早回去吧 你看一种无赖 如果你问他 有机会回到属 那是最好的 但是 选不了回水属的机会了 所以只能选一个替代的 跟他相类似的地方 就选择 吴江南这个地方吧 都叫杭州 然后一步推出来 看得出了一种 好像是很轻松的叙述 事实上有很深的 一种情绪在其中 只能就这样吧 每日要选择了 既然是 也会找个理由来说服自己 这个地方也不错了 跟我家山也差不多 风流 运势 大家都差不多 因此呢 走到杭州去 也是可以的 以前维庄 在北方动乱的时候 他来到江南 写了几守菩萨门 其用的菩萨门也这样写 他说人人竟说江南好 每个都说江南好了 所以呢 游人子和江南老 那我 人人都说江南好了 我作为游子 那我就只应该 只和就说 我理所当然 就应该呢 就在江南终老吧 你找个理由说服自己 但是你毕竟不是自己的人 做人要做一个地方好 那是表面的 但是真的有机会 就回到北方去 但是回不去 所以他最后说 为老莫还乡 还乡虚断肠 不到老不回去了 但说老回去了 怎么样 家山已经不在了 被破坏掉了 很多被摇乱了 很多地方被焚毁了 那如何能回去呢 当然东坡不是那么深刻 这个还是要 承平岁月 可是真的心情很不一样 回去应许走 就回去吧 没别的选择 我家人还在那边 我只能就选择去杭州 这是一种很 不无奈的 你只能这样 当然 这个他能够跟程商讲 因为他们毕竟都是过路之人 也不是真的回家 更关键是呢 让你杭州 不是个地方的美风流 更重是 因为有人可以跟你聊天 有一份知己在 所以他说了 环宇去年人 我还可以跟去年的人 就是你 我去年跟你在一起了 今年你还在 你没被吊走 我就可以回你 跟你在一起了 所以这份人情 对他来说 最好的一个衣归 不是别人 人情的温暖 对他来说是很重要 东坡一辈子很重视朋友 兄弟朋友之情 通常他一直说 多情应下我早生化法 但是 通常这个爱情感 会带来很多的一种压力 无奈 挣脱不了的一种烦恼 可是也是能够让他寻得安静 能够获得慰藉 甚至能够救赎他生命的唯一的力量 所以现在能够还与去年 有个不变的 通常一切都在变 不变的是 还有去年的你还在 我就可以回去 还与去年 共吉西湖草 那种孤独就没有 共很重要了 从孤独一个人在外巡视 现在回到那边 会跟你在一起 这个共吉很有分量的 起码你还在 你会照应着我 我们可以 席地而坐 在西湖草地上 那个吉就是坐卧草地的一个形容 坐卧骑上 就是共吉西湖草 我们共同坐在草地上聊聊天 不是聊天 我们喝酒 喝酒的时候要注意 墨西尊前 子戏堪 这个词在这里面的堪 读平声 第一声 我们说这这平平 这这平 所以这个堪就读堪 东坡的词很多时候会用 很多的一字多音 用另外的读音 为了配合平字格律 这里只能读 仔细堪 不许堪 东坡词里面有注意的 它常常会用到一些 一字多音 在古人来说本来要讲凭字格律 但有些地方不用那个字不行 所以就给它一个方便 所以我们很多字就可以一字多音 会两读的 即平声尤其字声 就比较好方便用的 对不对 如果这个字不能用的话 你看 你能改什么字 仔细 你没办法用别的字 可以取代一个看见的看的 对不对 而且是平声字 所以古人有一个通融的地方 让你可以有一字 有一个音 或者两个音都可以 或者三个音都可以 让你方便使用 东坡词里面 就变了 仔细看 那个习 当然不需要珍惜 因为习有一种 不要感叹 或者不要推辞 不要在意的意思 不要 多么当然有种比较幽默 好像等先看待 已经知道了 我是去年年底离开的 今年回来 当然也大了一岁 我们就等先看待它吧 所以我们不要在尊前 尊的九尊 尊前的九席之前的九席 九言上 我们不要推辞 也不要排去 也不要在意 我们在吃喝酒的时候 只比起看看对方的面容 多么说了 因此永远老 因此要料想 我们应该也老大不少吧 看起来很轻松的 好像一年不见 我们两个有大了一岁的意思 但事实上背后 有很深的心酸 你真的不在乎吗 偏偏有一时候 开玩笑的话 背后事实上 却是相反的意思的 真的是会感叹的 为什么走这样的岁月 不断的变化 毕竟你就知道了 一年有一年过去 终究有一天 你们两个还是要分开 因为不可能 共同都在杭州 一起渡过 渡下去的 所以这年用另外的态度 来表达一种情感 但看起来很轻松 但背后有很多的 压抑的情绪在其中 他语调是很舒缓的 随起来没什么悲伤 也告诉我们不要感叹 但是不要感叹之后 背后实际上有很深的情绪 莫喜好像不要感叹 不要推迟我们在酒杯上 户上喝酒 仔细看看对方的容颜 也猜想我们应该也老了一些了 但说起话是轻松 在背后实际上 对时间的流逝 还是有点在意的 那这个东坡的情绪就是 有时候看得开 有时候看不开 跌跌荡荡 反差很多的情绪 那这首我们先记住 这些题材在后来的词里面 有更多了 更深刻的表现了 好了 这个是开端的词 我们下面就比较仔细看一些 更好的作品 下面在18首 有一首《与美人》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作品 不管怎么样 刚才前面一首《行上子》都不算子 东坡都在外 然后将要回到杭州 有一种重逢的喜悦 情绪相对是比较好的 比较正面的 但是当回到杭州不久 过了春天 那之后 丞相就接到一个新的派人 他就被调到去南京 当时的河南山丘去任官 当然这个事算是升官的 因为我们讲过 宋代杭州是一个上州 在上州之上还有四个都城 东南西北 对不对 东京 南京 西京 北京 现在呢 城乡的北调到去南京那个地方去 那算是有调职的 调到好的地方 当然 因为要离开了 离情依依 所以东坡就要 有宋别他的长官 在宋别池里面 写到大概有六七首 都写得相当好的 很动人 其中这首也是他的代表作 叫《与美人》 他把它 他提在哪里 他说《尤美堂正素骨》 也是一种仇正之作 跟刚才前面两首的背景不一样 因为它是别后重逢 做完一种再见面的一种喜悦 感情是相对比较舒坦 人家画得开 但这个时候面对什么 重逢之后 不久呢 展观就离去 所以这个情绪就有一些变化了 这首词大概作于宋神中的107年 后面朱节 编年上就写的 在东坡39岁 东坡在39岁的时候 他的词 你可以说 慢慢从为别人创作 比较多了个人的抒情词 关键在哪里 这一年开始 东坡面对了很多的宋别的事况 先是七月 然后城乡被调走 接着呢 他的另外的新的长官来 然后不久呢 他也接受派令 他也将在明年 移首到密州去 他也要离开了 那时候跟他同时下来 江南任官的人 也差不多任期满了 东坡在认识 临近的很多的朋友 也同时前后都要离开 东坡都要面对离别 有一个新的 好像洗牌的运动一样 所以东坡就面对 很多的离别的这种状况 有时候在一起 不会生发出很多情绪 离别的时候 人就很多的情绪 就勾起来了 所以东坡词 就写到更深刻的内容 或者更抒情的成分 就因为离别的缘故 那这个是一个起断 那这有词 就坐在宋神中的 一个西林七年的七月 当时城商要离任 以守了南都河南的商丘 林行秦 当然可能是长官发起来 在尤美堂 那边宴请他的辽俗 东坡也在做 那自己的地方 有美堂很有趣的 因为当时梅志 来南方江南杭州任官的时候 当时的皇帝宋仁提了一首两句诗 其中有了 帝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周 每句来到杭州的时候 就把这两句提在他心间的楼台上面 那地方就称为有美堂 后来欧阳修也写一篇很有名的有美堂记 那现在他们走到这个地方来送别 那后来承乡 后来杨慧有本事集 记录了 当时夜深之时 月光如脸 刚明月高照 然后照到江面上 承乡当然有种离情依依 前后顾望的时候 又看到对岸的沙河堂 沙河堂是杭州 一个很有名的热绕繁华之区 一个夜市 由美堂可以俯瞰江面的 另外对面的就是沙河堂 那城乡看到这个地方 凯然有感 毕竟这个地方 他很熟悉 其他管理的地方 但没过几天他就离开了 所以他就命 东坡就写为他付词 所以东坡就即席而旧 就写了一首《与美人》 好 这个是指定创作的 但东坡当然不是 纯然是配合那个长官 他也写出他自己的离情 我们看这些词 他说胡商信是东南美 一万弥千里 使君能得挤回来 便使尊前醉倒更徘徊 沙河堂里登出上 水调谁家唱 夜兰封尽玉归时 唯有一江明月必流离 这首是很好的一种 借景言情的一首词 有铺染这种情绪 那前面我们还没看到 这首开始的东坡的词 词得很动人 但有些话不能直接说出来 有点到为止 有词这种问题 而且你要为长官写作 不能够太直白直入 所以有一首要含蓄 但如何能够在含蓄之中 要流出很深的情呢 就考验你的功夫了 所以东坡一种抒情词里面 这首是一个起段 非常动人的 那 那 我们之前讲过了 所谓一些景语 一些情语 读一个词的时候 看看那个情绪怎么来的 你要知道前面的一些情绪 要了解到 后面它写的情 如何有关联的 它不是冒冒然的 里面有个酝酿的过程 一看一篇 东坡在上边 先走到油美堂来说话 那既然有宋别长官 你不能不点题 对不对 那以后喜遇 以后拿起来的话 都知道是为谁 而且什么实地所写作 东坡一开篇就说了 胡山姓氏东南美 油美堂当然就解释 这个地方的一个特色 姓氏就是真的是 果然氏的意思 果然的印证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了 对不对 所以上篇就是 现在油美堂的名称来发端了 它说东南的山 胡山 确实在这个角度看起来 是最美的 南外这个地方就是油美堂 因为天下最美 近在眼前 就是油美堂 这个地方很辽阔 然后看到整个前堂江面 然后看到很辽阔的 一个山水之景的 而且它说了 一望米一千里 米就是满的意思 米漫 那放眼望去 绵延千里 一望无几 在前面这里 这些破题而已 告诉说油美堂 但是你说一望米千里的话 讲的等于没讲 很空泛的 对不对 可是东坡也不自在 要写这个景 因为这些词 主要是要抒情 它不需要在里面 写那么多了 胡山多美 那你请看欧阳壽 他的老师的油美堂记 好了 写得更漂亮 这个小词 没办法容那么多内容 所以东坡只是 要告诉一个背景而已 它重要的 就是把情赶快表达出来 一望米千里 就补足这个运 这个地方就好辽阔 一望无几千里之遥 都可以尽收眼底的 好 这里先点出了宴会的所在 然后就紧来抒情 那现在我们 为什么在油美堂 我们也无心赏景 所以呢 对一望米千里之遥 东坡在下面 都不着笔了 根本不下笔来形容 因为他关心的是 离别的事情 整个营要的一种 离情意义的情绪 所以下面写出 那种情怀来了 使君能得挤回来 使君就是指他的长官太守 陈使君 陈太守你 能得挤回来 好 那这个地方当然 有我们共同基地 不在话下了 东坡就不在井中来抒发 直接就用情话里面诉说了 他就问了陈太守一句话了 好 使君此去 不知道何事能回来呢 有一首戏里心叫不炫 能挤回来 你们不是自由生 被调到别的地方去 根本这一生难得能够再回来 除非你休假或者路过 不然你就根本很难得有机会回来 然后知道了 东坡也一样 他离开杭州以后 以后真的很难得有机会再来这个地方 这是很难回答的 但你知道答案根本是 无法去面对的 这里面东坡有了一个很复杂的情绪 但是他没办法讲得很清楚 所以这里面漏了很多东西 好了 他先问了 使君何时能回来 然后背后还有点点点点 既然难得回来 因此我们的重聚难期了 那么呢 便使尊前醉倒更回外 便使即使 那么此时此刻 就更加珍惜了 即使呢 醉倒在言识上 也要流连不凡的 又更徘徊 又拖时间吧 所以看到他的情绪很复杂 很想把很多的情意说出来 但是没办法一句一句的 还有语言的脉络 清清楚楚的扑述 因为有些东西 你不难 语句也很有限的 一直有些 不愿意说出来 说得那么明白 只能把这个玄在那边 然后写出当下 我们面对的态度而已 所以这就看得出了 一种很复杂的 很曲折的情绪了 所以有翻译这句 有补很多语句的 对不对 好 现在先问了 使君什么时候能回来 既然很难回来 因此我们就后悔难期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这个时候 就更加有珍惜 因此即使醉倒在言行上 也要徘徊不已 而且要流连不凡 就更要把时间拖延下去 他意思就是这样了 是很复杂 他用很简单几句话 看得出他心情的一种不稳定 那种比较跳脱的语句表达出来 这里比较特殊的是 看着东坡的情绪 一般的词都是慢慢润亮的 现在前面一段上篇也写紧 用量好了 后面就抒情 但东坡这首词 几乎前面那段 把话都说完了 有吗 他巴不及待 把这个情话就 噼里啪啦就说出来了 那上面怎么办 我们就更徘徊 你不能写哀伤悲戚 所以就考验东坡的功夫 这也是看到东坡是比较很特殊的写法 也许真的当时极其辉豪的时候 他情绪就一上来的时候 就很快地把它涌现了 一个就把它写完 后面就看他的功夫了 既然不能直接说 那慢慢把时间拖延 用以井言心手法 慢慢地舒缓吧 所以这个词在东坡词里面就比较 跟一般的词不同就是 不止上片写井后面也情 他是上片既写井后面也演了情 好像讲完事情了 没了 但东坡却伸出另外的东西来 这个考验就是他的功夫 反而后面呢 把这个词带到更深的 更新的意境里面去 这是东坡词里面 比较特殊的一种表现手法 那我们先休息 那后面看看他怎么样去铺设一个井 来延缩这份情 我觉得是很动人的一面的 那下面我们先继续看 于美人这首词的下片 我刚才也说了 一般的词 写作是按照一个乐曲编排的方式 大部分的小令小曲都是两篇为多 那上片跟下片各有不同的职责 那上片呢多是走背景 然后多做描述 或者写景 或者写过去 那下面那段呢 下片呢主要走集中 走因一个景深处的情 在情意方面要加重做说明的 那当然方便就是因为配音的音乐可以慢慢韵亮 因为从远到近 从这个音乐的节拍慢慢导引之后呢 气氛晕亮好了 最后呢就把情意做自然的抒发 不过东坡这些字我们看出啊 如果我们假设当时的一些记录不错的话 在东坡当时也急袭而就的 也许他就没有想那么多了 就把这个情意啊 就在上片呢 就完全的把它完成 不过你说完成也还好了 东坡在上片的结尾只写到呢 最早徘徊而已 他没有啊写出更深刻的恋恋不已之情 或者对长官的一种思念的情怀 所以还是有个空间可以发挥的 但那东坡呢在下片呢 也许他就沉淀一下 他就有意呢就收敛了这份 比较急切的这种情绪 反而呢就用啊 那个啊把笔放慢一点 所以在外景的事物的描绘 他会透过静默之中呢 去沉淀深化那种离别的仇恤 那种是我们说的 更间接的手法 不那么直接说那么多了 都产生了另外一种意境出来的 所以呢在下面一段呢 就承接上面的榴莲 徘徊之意而来的 因为榴莲徘徊了 所以呢本来就黄昏 然后之后呢就深夜 就快天亮了 他写出这个过程 所以下面呢就从啊 华灯初上开始 他说沙河堂里灯初上 这是有意的 要用很多的 有渲染仇绪 我们刚才说了 词啊 这些就很特殊的 我们讲啊这种歌词 也许啊 家寻写完之后 他可能不是 立刻就给承上去看的 可能呢就要 立刻教父给歌旅啊去演奏 因此呢 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个词吗 也不是 应该可能只听到这个词 那从耳朵听的话 那个词就不能够 就写得太深奥 用的姿态深色 必须要让你呢 在眼前所看到的词物 都可以从词汇里面印证出来的 才有一种生理其境的感觉 所以这里呢 好像打开镜头了 让我们同时跟着作者的 所铺陈出来的意象呢 会感受到这个眼前的氛围了 所以下面呢 你看就打开了 刚才没写的景呢 这个时候就写出来了 他说华登初上 那刚才呢 游美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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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湖山最高的地方 那沙河湖啊 就在它对岸 它是通过前塘江 前塘江啊 是杭州当时最夜纳繁华的夜市 里面很多的歌馆啊 书室啊 都汇集在一个地方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 石域啊 这当然也是当时 城上就要看广的地方 可是你们隔着一个距离 从高处就往下看的时候呢 你不是身在其中 你感受不到热绕 反而灯光啊 这个距离就会 产生一种很凄美的感觉的 作者先用一种 视觉的画面就来了 说华登初上 沙河坛里登初上 好了 现在呢 看到了下面的沙河坛 灯火黄昏之期呢 已经有一种很凄凉的一个情味了 这个时候呢 你看加孙开始了 那东坡开始了 那东坡开始了 有了更卓翼了 各种感官的刺激了 那时候还怎么 水调谁家唱 不少谁家 开始唱起水调 那个歌词来的 但那个水调所指的可能是 后来他填的水 水调歌头的 这首歌曲 那这里面 也许在杭州 很多人也会唱 水调歌头 难怪一年两年以后 东坡去到密州 想说他弟弟的时候呢 他就用了水调歌头的一个 这个指牌了 因为他这个时候听过 这个水调歌 水调谁家的 水调就不知道哪家了 因为在游美堂上 有可能有不同的宴会吧 不少词译的 这个时候的 远远传来的水调歌 这就是从声音的效果 产生一种哀伤的情调 好了 那个华灯 如果人在灯火之中 你觉得很热闹 但如果隔着距离的话 那个灯有种冷漠的感觉 尤其是他们熟悉的世界 好像有种距离 你想进去了 也进不去 因为毕竟有一种厘情 在那边缭绕着的 而这些时候 东宝会知道 又会去加温处理的 就加强那个氛围的话 他用那个声音的意向 随着谁家唱 那随着歌头相传是隋阳帝 在开运河的时候 令人所编制的一个歌曲 当时编曲的人 取材一些劳工的 所唱的 比较工作的老歌来写的 因此他的声音相当悲怯的 那我们怎么知道呢 因为这个歌曲一直传到唐代 唐玄宗曾经听过 最后就不愿意听下去 罢听 因为他觉得这个歌曲太悲伤 所以歌曲是哀伤的 所以这里面 我们现在隔的距离 也不知道水流歌怎么唱不知道 不知道 当这个歌词一提到水流 谁家唱都知道 里面充其的很哀伤的乐音 跟着眼前的画面同时浮现 你看这里面就好像一个电影画面一样 我不只看到一个景色 还有配乐的 水流谁家唱 所以水流歌缓缓传来 这里面就不写出人的感觉 自在其中 以景来深情 做起来不愿意自己说出来 也不要感染别人 我们同时感受吧 你想想看这个歌词 当时唱出来的时候 刚好有水流歌在背后陪衬的话 更让你感受到一种氛围的 一方面你看到眼前的灯火啊 通明的彼岸 确实有几月落 但是你现在走不进去的世界 有一种距离感 无限的哀伤就慢慢传播出来 那种不严情的很特殊的方式 前面我们没看过 这个时候开始有了 好了 这影音啊 两句话 从声色方面的铺染好 那种离别的一种氛围的 末句要写到 他说 夜兰风尽欲归时 你看到他们真是 如同前面所说的 即使醉倒更徘徊 他的确他们不愿意 就立刻回去 流连忘返 一直等到天快亮了 才愿意回去 所以写到这个时间的过渡了 变成越蓝 蓝是静的意思 夜将静了 夜快过去了 而风静 风也开始静下来 风不吹了 而且欲归时 当我们回头想回去的时候 那时候就看到什么 对岸的沙河潭可能已经 灯火已经熄灭了 但只看到什么 那时候另外的光亮 印照在水面上 是什么 他说唯有一江明月 必流离 流离是玻璃嘛 对不对 这里用以形容 明月照耀在平静的江面上 由碧绿色的流离 那玻璃 一种橙色 晶莹的样子 在闪烁着 这真的好像电影画面 一个远远的距离 看到了 滑灯已经没有了 对不对 因为营业生人静 人都回去了 所有热烈的活动都停止了 这个时候 大自然恢复它原来的色彩 就看到月光照耀在江面上 产生一种光泽 好上流离 玻璃在那边闪烁的 水面上的一个色彩 晶莹 明测的样子 未见一江流月 必流离 这是不说话的 一个很静静的景 如果现在的话 可以用电影镜都拍出来的 离形衣不用嘴巴说 不用人说的 不用内水的 不用话语的 总会透个景色 投影出来的 这是蛮厉害的 一个从刚才还有人声 但现在连声音都没有 完全一个空白的景 但你回去 要回家之前 就看到这个画面 作者没说什么 就是呈现一种很静美 很困阔的一个意境 一种很清远 很寂寞的一个情志 上面呢 几乎呢 每句都写声音 但是呢 都是情语 都是不动声色 传到一种离别的情怀 这个时候 陈山才刚接到派令 还没真的离去 所以情绪还可以压抑着 可以透过一种 比较客观的 一种宁静的手法 写一种呢 离形的淡淡的 一种寂寞哀伤 这是这个词啊 所生发出的一个意思 这里面我们会对照的 好啊 多么用啊 水调谁家唱 一江流月 明月必流离 你看这个是其来有志的 杜牧有一首诗 就写扬州 他用的同样的意义上 他写 谁家唱水调 明月满扬州 你看这两句话 看不出一种 特别的情怀 很哀伤 或者什么 欢乐的情怀 只是告诉一个状况而已 好 在那个时候 听到有人唱水调歌了 明月也照着 满满的扬州城上 对不对 他没有带出更多的情怀 东坡中文 你读过杜牧 杜牧这首诗吧 可是同样的 也写一个悲歌 也写出明月的意象 来渲染的一种感受 但是不如东坡了 那样的生智动人 东坡是整首诗之间 慢慢铺垫过来的 你读起来就不一样了 而且这首诗呢 一个时间的一个变化 从白天写到深夜 从喧华写到宁静 整首诗呢 就是呢 写这种时间的延档 为什么延档呢 就是一一步雪上流连嘛 一种诗就传达了情感 就是呢 无法出去啊 立刻把它抽离出来了 回荡的一个时间的哀伤之中 它用了很深刻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延档 而且开始可能是空间不断的推展 过去的词寫起来都写出对 《龟宗的怨愁》 集中在人的我个性 渺小的情上之中 但这有时呢 反而最后主要 置身在一个很六个的天地 万籁无声 明月高照 把人的知证好像人的特别的渺小 把人的渺小的特色写出来的话 那个空间的寂寞爱心的感觉就越大越深 跟你纠结的情绪之中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应该有一种比较虚的意境 一种比较深刻的情义的表达 这首在算是东坡第一首在写离情 或者送别朋友的时候 一个字里面的一首代表作 那本来他有些缺失了 但是没想到后面一段 殷景 深处的情就把它挽回来了 表达这种更有诗意的一种情境 那下面我们继续看看东坡的一个 送别的作品好了 有不同的对象 有不同的书写 我们看看那些情义的表达 东坡是一个很喜剧不喜善的一个人 他喜欢交朋友 每当离别都会出动他的情绪 不管亲书远近 东坡都很珍惜一份离情 所以他的送别词尤其就动人 他的书写情怀就因为一个一个离别就加深 写着词就可以从本来是为他人创作 变成自我的书情诗 那里面有用情绪的表达 等一下我们看看 那情绪从压抑 最后就压抑不了 最后怎么表达出来 里面有个课题叫做东坡累 东坡会落泪 但有一时候会顾左右而言他 但最后他不得不逼出来 两个重要的课题 用东坡不得不落泪 一个是送别 在唐人以前我们面对送别 都觉得会令人感伤 像张燕或者不管是恨父或者别父 都长到一种离别的情绪 令人很感伤 令人怅然神伤的 唐代的时候 你看初唐有个叫王博 王博写一首送别的诗 就跟大家说明了 他说无畏在其路 而履作共战警 那静有两个版本 有一静也有一个静 都差不多了 意思是说离别的时候 我们不要在分开的路上 其路的分路 分叉的路 俄履共战警 跟俄履一样的 在那边哭哭啼啼 所以初唐从王博士一开始 就告诉我们 面对离仇 总而很难过 但不能落泪 要分发起来 所以看王博写到 全军更静 一杯酒 吸出阳光无辜人 有一种比较豪情的 面对离别 那是男人大丈夫 要面对的一种 要呈现出的态度 礼拜也很潇洒 挥手自知去 小少巴马民 让马在叫好了 人不能乱叫乱提 对不对 要潇洒一点 要挥手自知去 所以唐人的诗里面 写离别 通常情绪就很复杂 但不至于落泪 除非真的到晚谈 理上也偶尔会落泪 但真的也不多 但宋词就不一样了 你看刘勇 举手相看内眼 对不对 离别的情怀来了 就开始了 但一般的士大夫 还是保持着唐人的那种态度 但是苏东坡就不一样了 苏东坡真的会落泪 但这些泪呢 它是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如何从别人的代表的方式 到自己的表达 等一下我们看了 在宋别的过程中 东坡的表现 那下面我们先看一首 是不相干的人物 都看到东坡的态度了 一个叫 在第十一首 在十九页的一首词 叫《昭君怨》 看词牌名都知道了 昭君赫番 对不对 也是离国去外邦的一种心情 那摩尼他的心情 那个当然是一个怨别的歌曲 应该是哀伤的 从中他的词牌 用个词条 东坡有写一首 有哀伤的词 这种昭君怨 说明是谁呢 在金山送刘子玉 金山在润州 西北长江的中间 我们刚才说了 东坡在西林七年 到六年开始 十一月到七年 就在润州的一带去镇灾 刚好就在跑到金山的时候 就碰到一个朋友 刘子玉 据考证后面也提到 刘子玉不是别人 他是苏东坡的唐 刘子玉的儿子 是东坡的唐媚婿 这还是有远房亲戚的关系 不然很疏远 反正就是这样一个人 东坡表示 反正有个亲戚关系 刘子玉也蛮高兴的 陪他走这段路 但刘子玉这个时候 是准备要到苏州 苏州的安徽的安庆 那个地方 去灵仙观 参加一个到家活动的 所以跟东坡走这段路 他就不得不 独自起行 去安徽了 所以东坡在这个时候 就写了一个词 来送给他 东坡还是要在附近的巡视 不能再跟他往前去了 所以提了这些词 那你看看东坡表达 离别的一种情绪 他表达的方式 真的不一样的 他说谁作缓衣三浓 金破绿窗幽梦 新月雨愁烟 满江天 欲去又缓不去 名誉落花飞絮 飞絮送行舟 水洞流 你们用的很多的一种回荡 顶正的语句 写这种一种很缠绵 一个优越的情怀的 就是放不开 你看到东坡里面的离别的情绪 从我们读到 比如李白松 孟浩然 对不对 孤凡远引 碧空静 为奸强将 天际流 非常的一个深情 但是那就是点到为止 东坡不是还一环一环的 写出一种情绪的 一种纠结的 那词跟诗表达的不一样 词重要还是在抒情 不需要写出更高原的意境 这情的表达是他的最关紧要的 那前面的信用的典故 谁作缓一三弄 但你扣合他跟刘子玉的一种关系的 话说 有个在《诗所信语》的任诞篇里面记载 有个叫王辉之 他就有一天坐船 碰到一个人的环一就经过 那环一的善音乐 而且吹笛 是天下敌意的 那他看到环一经过的朋友 刚好有朋友就认识这个环一 邀请他来就在王辉之面前 做个音乐 当时环一已经有些身份地位了 但是觉得王辉之也是个有名的人士 所以他也愿意在他面前吹音乐给他听 因此这二话不说 就踏上船上就吹了三个曲子 吹完之后就离去了 两个人自始至终不通一语 你看到魏京南北朝人的一种态度 反正我都是知音人 听完就好了 不需要其他言语的 这看得出这种 这是一种信心相习的一种态度 不需要多言语 东部用这个话音上都很有意思的 刘子玉跟他会不会有这种关系 对于当时都是一种高雅的人士 心绕不宣 很多的言语尽在不言中 当然这里面有引申的意思 所谓三弄 有人说是三调 所以有两个意思 三调就是三个曲调 就是联受三个曲调 三就是多 五巧不成三 三就是多 因为三弄另外一个做法就是 一个调子重复三变 我们说阳光三叠的时候重复三变 两个意思都并存了 因为曲子没留下来 究竟他是怎么研究方式不知道 所以由来的有两个解释 说他唱了三个曲子 一个就是他一个曲子反复三变 反正就是能够延续下去也不简单了 也不会唱一句就写了 也有一个三首也算多了 那东坡在这里写的时候 可能是写他先写在晚上 面对明天的离别的时候 他还是有一种依不舍 晚上也睡不安稳 突然这个时候不然听到了谁在那边 唱了一个敌曲下来的 谁就玩 他就怀疑回不走时 好像当一样的缓衣 穿着音乐一样的让我那么一样的陶醉 但是这个音乐突然间 筋迫绿窗幽梦 就把我从梦中就惊醒过来 这上次音乐的缘故 还是因为本来因为被离仇所困扰 睡不着了已经讲不清楚了 但是从乐音带出 今天晚上的离仇别序 那从那个晚上写起的 所以下面都是要在船上 想象了明天离别的状态 还没离别 所以这首词还可以 趁天亮之间把它写下来 交付给对方的 因为它还没发生 还在想象之中 好了 就把我从梦中惊醒 这时候为什么会让你 因为音乐好听 就不至于惊醒 可见的应该是别有怀抱 因为是另外的心情 让你睡不安稳才对 是这样的 因为这样的心情 所以写出来 晚上起来的时候 看这个景是吗 心乐与愁烟 慢将天 我们说 词要铺垫那种情绪 需要写景 因为景中是有情的 心乐是个残缺的乐 不圆的乐 是个上钩的乐 是上选乐 心乐与愁烟 你看这个愁来了 烟幕弥漫着 这个就是 本来是一个梦 幽梦美妙的梦 被惊醒 心里面有一种怅然 还有听到音乐 想起朋友之间的一份 一种知音 蓝玉的一种无赖 集结在心的时候 眼前的烟幕 没有更加在愁绪 所有愁形容了 一种外在自然的客观物 心乐与愁烟 这时候不管是圆乐 还是一样都是爱愿的 因为他心情不好 已经有个古人的诗说 味道愁人耳 其实这个是爱愁的人 他的耳朵都做断肠声 什么声音都是断肠的 那对一个离别 充满了离愁的人 不管什么的景 虽然都是哀怨的 所以为什么有愁烟 这种愁烟 这种愁烟一种 飘渺迷茫的 迷迷茫茫 混沌一片的感觉 也是一种心绪的投射 满江天 江天都是这样的 迷迷茫茫 不明那样 不透彻的一种 也是他心境的一个投射 那些愁闷画的那一种烟幕 塞满的在天底之间 所以我们说诗词戏会语 是抒情的 它是有画面的 所以你愁烟里加个愁的话 你知道里面带有情绪的 为什么有情绪 因为离愁所困 这里面的纠结 他是想到什么 他说 欲去又还不去 东坡不是像李白 李白可以挥手自治去 萧萧巴马鸣 东坡会十八相送的 他很正式情感 所以跟你可能能拖时间 都会拖时间 不那么潇洒 一放手让你就独自离去 所以他说 欲去又还不去 但是写的对方 不是我离别 离情意 他也是一样的 他也很难分难写 想走又不想走 这句话就很直白的 写出一种 习别 一种离情意义的这种情绪 欲去又还不去 这种语调你看 东坡在后面也写 离别是很多这样的语句 一种拉扯 一种不干脆是因为 太不愿意直接面对离别 希望能够多挽留一点时间 也希望情感能够多延宕 不需要立刻就割裂开了 这种不只是语法而已 你们牵着这种心情的 在往后东坡词 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语句 表达出来的 欲去又还不去 好 当然词不能那么直白 接受出来 就要写个景 名誉落花飞蜀 那好像天地都跟我们一样了 被感动了 你明天走的时候 也不是好风景了 就是落花飞蜀 美丽的花朵会凋零 那旭就是杨柳旭 到处纷飞 也是迷蒙的景象 刚才晚上的时候 是愁烟 早上起来 想象的景呢 也是迷蒙一片 因为都是被哀愁所充斥 弥漫着 都不是明朗的 名誉是落花飞蜀 所有美好东西都散灭了 都是天地朦胧的一片 因为通满了哀怨的情调 名誉是想象这个 好 谁知道的时候呢 但毕竟你也要走了 飞蜀送行舟 但那个说 东坡把离别了 你还是要走了 但是我还是想挽留你 如果万物有情 你流水就代表我的信仰 会把我的情怀托付在他身上 来送给你的 你看那个情感多千尺 飞蜀会送行走 中央飞蜀慢慢不飞舞了 不时毫无着力的 它还是好像依托着我的情感 还送着你的船而离去 而且什么呢 要随随随东流而去 你走到哪里 飞蜀落花就跟到哪里去 但李白所写的时候 孤凡远隐蔽空境 违境长江 天之流是唐人诗人的一种意境 不连捏的感觉 东坡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化回飞蜀 跟随你呢 多了一种很优越 优越缠绵的一种一种意态 刘子玉是去安徽 参加应该是道教的活动 东坡送辈的情怀 就太多人间的一种 跟纠结的一种情绪 你看呢 这个我们看看 他跟刘子玉有些诗词的往返 但是不至于很深的交情 可是东坡就是很难得 尤其因为他一个人 在那边寻试 这个正在的工作 其实很累的 突然碰到一个朋友 实际上会很珍惜这本情怀的 如果他在家里面 杭州碰到朋友里面 也许不会那么深 因为人在旅途中 课中送课 那种激起的情怀 会特别的深刻 所以用这种词来表达 会看得出他的背景的 好 这个是一个比较 不那么熟的朋友 他都写成这样的 那相熟的朋友也怎么样呢 我们再看看了 看起东坡了 就有泪的表现了 我们讲过了 东坡有一种间接延前的手法 就是带泥的方式 用别人帮你 我们讲过了 词有一种功能是什么呢 词它不是直接写完送给你看的 它还是可以透过歌旅第三者唱出来给你听 因此你可以创作走词 就假托了一个女孩子 表达你的心意 你在隐藏在后面的 好像一个玩偶的 操弄一个绳索的人一样的 我不要表达 我用养他来表达 那下面我们看一些词 东坡有用了这样的见解的方式 就叫江承子 在你们书本的三十七页 东坡对江承子情有独钟 也许第一个歌调可能好听 另外容易驾驭 所以前面叫中后期 东坡凡是写送别的词 用了很多这个词牌 江承子 送别不只要有生离有死别 后来他写给他的王妻的道令的词 也用江承子 所以这个词牌对他来说是很有意思的 他这首用张承子来送别 那个陈述古 刚才尤美堂是刚离别之初 所以离情不至于太深刻 但这个时候已经要晚一点了 所以他就有更多的情绪 哪里送别呢 孤山竹阁 你看他们送别真的 派令太早发下来了 都没有还有几个月的筹办 送别活动 所以每个名声都去一下 所以真的十八相送 接着来到孤山的竹阁 孤山也在杭州 他竹阁就在杭州西湖孤山寺里面 相传是唐朝的时候 白居易在杭州当刺史的时候所建 所以这个竹阁就称为白宫竹阁 是白居易的白宫竹阁 那孤山竹阁中间有个不相连的地方 等到宋代的时候 陈湘在这个地方它就建了一个画堂 后面躺到画堂 画堂就连接了孤山寺跟竹阁之间的一个川堂 就称为一个伯堂 就称为画堂 那这个画堂是陈湘任内建的 但是陈湘无缘地去享受 所以这个地方来孤山竹阁里面去送别 不常没有理由的 因为刚好有一个画堂刚落成了 可能举办一个落成典礼吧 让陈湘最后看看 他在这个地方建造的一个厅堂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有这个因缘的 但这个词东坡你看看 採取了不是他个人的表现的方式 第三者 你看这个词 它说 翠儿收待窃人看 眼霜晚 泪偷弹 且经一尊 收泪 畅阳观 漫到地城天阳远 天意见 见君难 画堂新创金箍山 取栏杆 未谁安 非絮落花 春色熟明年 欲照小舟寻旧事 无处问 谁连天 那个词不是东坡的角度 它是站在一个第三者 歌旅的角度 唱出他们的心情 东坡好像是代理他们写作 但事实上到处都是东坡的心情 那我们讲过这样的小词 东坡很着意写作女孩子的动作 她的面貌 动作 以及他们的话语 所以想想看 当一个歌旅 拿到东坡田这个词的时候 她可以唱出来 甚至可以根据东坡所表达的 所描绘的各种动作 加以表演 所以动作都会穿插在其中的 所以就更生动了 所以词酒有这种功能 好像一个小剧本一样 但各地拿到 它会加以演出 你看不是吗 你看里面很多动作的 女孩子跟着她来做就好了 就会充分表达出 东坡的那份离情 你看那种带离的 写类的手法 怎么写呢 她说 翠儿修待 窃人看 也读看 不是看 翠儿 额的是额眉 青黑色的额眉 女孩子的一个 眼上的局部的 代表她的成章念语 收窃很害羞 女孩子皱着眉头 窃窃 窃人很怕给人看到 因为她有一种难过 然后皱着眉头 所以她青黑色的眉毛 就很怕被人看到 她处得眉 伤心的样子 就窃人看 因此她什么 眼霜丸 你看有道具来了 女孩子拿着这个团线 团线 白白的团线 然后再以遮眼的 眼霜丸 霜的白色的团线 而泪偷弹 然后偷偷落泪 弹在衣衫上面 你看这个就是写泪 但是东坡没写她自己 是透过女孩子表达 当然程商也是有心人 听到歌曲就知道东坡的心情 东坡是为她写作 但是用歌语间接表达 东坡的泪自在言外 对不对 不需要直接说 用女孩子充分表达出来 这个歌语收的词的时候 你要获得更多的打赏 你又必须把它唱得好 演得好 所以你可能唱到这里的时候 你的声音要哽咽一点的 泪偷弹 你不能笑着来唱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剧本 所以宋戴的词系上有这样的作用的 女孩子这写得很仔细的 要你看清楚 女孩子接受这个资讯的话 你必须要很生动把它表演出来 里面有道具拿起扇子 接着它 泪偷弹 就偷偷落泪 因为难过嘛 刚才皱眉头 你看现在落泪了 你看果然现在泪偷弹 切尽一尊 但是她不能直接在那边哭啊 她有任务的 她要唱歌来渔滨潜性 所以她不能来唱歌 所以姑且都不要再累了 所以切尽一尊 就尊一尊酒 开始干一杯酒吧 喝杯酒 让自己贫富了情绪之后 修类唱阳关 有些版本用听 这个女孩子不是邀请你来听歌的 你是来唱歌的 来听阳关的 有些版本是有些错误 应该是修类唱阳关 里面又唱阳宽曲 当然东坡也知道 阳宽曲我们知道是王维 这首有名的一首角剧 有些人就说东坡不懂音乐 那既然东坡谈到阳关曲 东坡曾经有些文章谈到 他对阳关三叠有些看法 东坡在词里面也写了好几首阳关曲 以后我们也讲到一首 他送给弟弟用阳关曲来写作 所以可见他懂得这个歌曲的一些唱法 也知道他如何表达的离情 那过去我们说阳关三叠 刚才我们说了三叠三弄 以为是唱三变或者怎么样 都搞不清楚 东坡认为不是的 他根据读过白剧义的诗一个句子 你可以推论的话 阳关三叠的唱法比较特殊 那他有四句吗 他就解释了 第一句不重复 比如王维唱的 《未成造雨一清晨》 唱完了结束 第二句 刻舍轻轻柳色星 再叠一变 刻舍轻轻柳色星 上面两句也一样的 全军跟进一杯酒 全军跟进一杯酒 吸出阳关无故人 吸出阳关无故人 一首这样的阳关三句 只唱七句 第一句不叠 第二句叠 第三句叠 第四句叠 就是三叠 人们觉得东坡的响戚夺利 怎么这样唱法呢 现在大陆的一些研究中国古代的音乐 因为东坡的说法是蛮可靠的 而且它是意不意去 你归到东坡的阳关曲 它的不只凭着四身的位置 都跟王维的相符的 可见他懂这个曲子 所以这里谈到这个也不例外的 他说收得以唱阳关 当然这里未必是阳关三叠 唱阳关就是离别 就是离歌 可能就是这首了 这首是阳关曲 因为是离别的歌 对不对 这是一个代称而已 收的也要唱阳关 你这个南关的内容怎么 他就表达了 女孩子写着一种可能对于城上来唱 他说慢道地城天让远了 慢道就是不要轻易地说 不要这样轻易地说了 地城天让远 我想只有替城 因为现在城上是调到南京 它也是一个地城 除了汴京之外 那个商丘也是很重要的 是南方的一个都城 是南边的都城 跟汴京是同等地位的 所以它还是地城 你不要轻易说了 地城天让远 好像天那么远了 相对于远 天一见 见军南 我抬头就看到天 但是看不到你 所以你要哈号遥远 你看 女孩子唱出来 当然是直接对着城上唱的 因为歌曲已经指向一个 对这个目标 就是女孩子 东坡叫你 她你受了一唱阳关的时候 的确就是对着被送的城上 说出我们的共同的心声 你不要说你的地方不远 比天还近 至上天还比你近 为什么我们抬头看到天 就是看不到你 记得我们的距离有多远 根本无法再见面 这个合唱不是东坡的心情 东坡压着自己不说 透过女孩子说出来 好 上面当然有切题的 现在他们来到了 那个孤山竹阁里面去庆祝 当然主要是因为 这有个化塘性落成 那化塘是什么 是城上手中建造为完成的 所以他们应该有个落成典礼 他说了化塘性创进孤山 新创的新建了 靠近孤山竹阁的地方 它是孤山寺 跟白宫竹阁相连接的一个化塘 所以中间是他们建造的 新创的 那取栏杆为谁安 他不晓得了 这个弯弯曲曲的栏杆 是为谁要建的呢 那你建好了 却无法在这边去享受 都为这个城上而惋惜的 对不对 你要花了好多功夫 花了很多心思 来设计这个厅堂 但是不晓得这个地方 为谁要建设 安置在那边呢 反而你不久就离开了 无法去跟我们共享 这个地方的美好的 这里从眼前想到未来 他说飞墟落花 春色属明年 那城乡要离开的时候 就引起七月 这个已经过了春天了 所以觉得了 等到明年的时候 飞墟落花 因为等到美好的景色 飞墟落花的时候 但呢 属于明年的春天 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这个地方虽美 如果有飞墟落花更美 但是呢 你等不到了 就到明年春天的时候才有 但是明年春天呢 离也不再接离了 所以说了 那个时候呢 遇到小舟寻旧事 当时如果明年春天呢 我们挖了小船里面 去寻找以前的往事的话 无处问水连灯 不晓得去哪里找呢 水天相连 不晓得离正又在何处 明年春天 已经不属于离的世界 离在另外的地方 担任新的官职的 这里面 是用歌旅的口吻说出来 但处处都可以看出 东坡流露的自己个别的 自己的心情的 但这里我们看到 一个类是比较间接的 透过了别人而流出来 是带你的方式 好了 这个时候的情绪 还是可以 有首约制 等到下面那首呢 我们看了 东坡就要把陈相 真正做最后一次送别的 我们再看了 另外一首 最后一首送别陈相的词 都是二十五首的南乡子 宋宿古 在四十一页 东坡送别陈相 考证大概有六首之多 是送别写 真的标题是宋宿古的 这一首南乡子 这写在大概八月中旬 陈相真的要不得不离开了 就最后的时候 应该是其中最后的一首了 但是东坡有责任的 他是他的下手 把他送到 几乎是杭州的边界的地方 才折返 所以你送了之后 东坡一个人回去 好 那个时候就 无法逃避这份情绪了 东坡的 真正的情感就出来了 就从这首词开始 也说这首词可以 其实东坡文学里面 一个新的纪元 为什么 东坡不宁于表达出 就真正的感受出来 就透过这些词 也有送别的词 我们看另一个内容 他说回首乱山横 不见居然只见城 谁似林平山上塔 亭亭 迎客西来送客行 归路晚风轻 一阵出寒梦不成 今夜残灯霞照处 盈盈 秋雨晴时泪不起 最后内不秦不是别人 是东坡自己 不秦就是无法停止 无法好像是雨停的一个样子 那这首词写起来是蛮感伤的 当于陈湘来这边任官 东坡也去过林平的地方 来接这个长官 现在也把他送走了 那林平呢 林平山是个山民 上面有个林平镇 那只距离杭州 大概东北54里处 从杭州城门出去 东北的54里处 上面有塔 上面有个湖 那送人离别 常常以塔作为送别的标志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这边也送到这个地方去 那地方本来都是杭州管辖的地方 但离开那个地方呢 陈相就真正离开他的任务了 到别的地方去 好 送到最后的地方呢 东坡就这样写 写出了送别的 在这个林平镇看到的情景了 他说 回首乱山横 不见居人 只见城 他说 我一路相送 把你 与你来到这个林平了 就是一个杭州管辖的 就边边的地方了 回首远处 那个乱山疗药 尹岳章呢 他只看到什么 远远的城郭 早已看不到居中 城中的一个居民了 不见居人 只见城 他们等到 走到林平山上面去 林平山还比较大 可以看到这个城 城墙还历历在目 但是人很渺小 就都看不到了 你想 人是跟城城有关 他是管理的一个地方 但最后呢 你最后呢 只能一掉头离去 什么都看不到 这些人已经跟你不相干了 只看到一个孤城在那一边 你慢慢就离去了 那这里是一个 很好的起片的 前两句他写的 回首乱山横 我们说山乱不乱 当然很主观的 这里的山就是很平常嘛 这样的山 但为什么觉得乱呢 对中国来说 的确 这个山很乱 为了心乱 所投协出来 这山就阻隔了彼此离我的距离的 你跨过这个山之后 以后就不死属于这个地方 我跟你走有一个距离的 永远跨越不了了 所以这里啊 这个山乱呢 反映出啊 一个人离别时候 一种远远隔的 落寞的心情 所投协出来的 心烦意乱的一个象征 好 所以这里的时候啊 东坡当然 就正对眼前的景色来写 他不能直接说 哎呀 一种离情意义 他就先透过外在的事物来做对照 现在有个人的情的问题 如果人的面对离别 能不难过吗 离别是令人感伤的 但东坡不直接说了 他就对照起来看看 好了 这个临坪上有个塔 那个塔的见证很多人来来去去 凡是从韩津 从东北西北来杭州的 都会经过这个塔 然后进入杭州的 东坡曾经也在这边迎接过你 对不对 迎接过这个城乡 他说这个塔了 他说 谁是临坪 探山上塔 听听迎客西来 送客行 听听就是他讲的 听听玉利 听听耸立在山上 他说这个塔呢 就像耸立在山上了 见证人间的离别 始终呢 不为所动的 为什么他无情 所以人来去 会迎客来 也送客去 因为人能够上这个塔多好 不为所动 也不会产生各种的 悲欢离合的情绪 但是问题是 一个句话 谁是 那谁是有种很激问的语句 暗示着自己内心的 难以解脱的生病 根本无法摆脱 无法悟化起来 你不是一个塔 你还是有送往迎来 产生的悲欢离合的情绪 所以人无法上讨 无法让自己 无动于衷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但这些时候 东坡不直接说 还是用一个对照的方式 看得出他心情的 一个沉重的 那上篇呢 就是用自然的景色 还有用人造的建筑 建筑物的一种默然 来对照出人情的无赖 城在那一边 山在那一边 都是默默无语的 对照出人情的一种眷恋 那种塔 也对照出人世的一个 一个多变的一面 那他这个看得出了 他试图用很客观化的 很表面性的描述 不走自己的 本身受苦的事端 流入他的心情 所以看得出他前面 还做一种 一种亚裔的处理的方式 用客观的论述 用不主观的表达 当然 但是当东坡写道 迎客西来送客行 中文你说 用塔来对照 难道他不会唤起 他自己一种客中 送客的那种悲感吗 当然会的 所以果然在人前 东坡会办一个 比较积极的 比较正面的一个意识 但是当人离去之后 东坡就无法逃避这一点 所以下篇呢 我们看到那么多送别子 都是人前 东坡有一个意识的 不要在人前表达出太颓堂 太悲伤的一面 他尽量用到比较客观 能够疏解的方式 正面的方式 慢慢去把它表现 但是呢 真正孤独面对自己的时候 东坡的情感就不一样了 所以下面呢 就针对这些人呢 就发挥出来了 好 上面说啊 他说归路晚风清 上面写到呢 他回家的时候 旅途的时候 一个人啊 孤单寂寞的情形 那时候是秋天 对不对 秋凉的时候 也不好过的 而且就住在一般的旅市 可能回到家了 一阵初寒梦不成 很想做梦 他梦不成 什么梦啊 当然可能梦回过去 跟陈陈在一起的美好 但是呢 这个梦也睡不着了 也没有办法做梦 一切都枉然了 当然天气又冷 容易就醒过来 所以眼睛一睁开 一直看到什么呢 你看 今夜长灯 瞎照处影影 灯光本来亮亮的 一直等到它慢慢暗淡 但那个灯 也代表它是心情一样的 一种闪烁不定 一种纵然是一种热度 但不温暖的 没有真正的感觉 一阵初寒 今夜长灯瞎照处 隐隐 隐隐 已经灯光的微弱了 好了 慢慢灯光微弱了 时间也过了久了 天也亮了 东宝还是睡不着 这个时候 应该对吗 我们说 颈随晴转 东宝很会用这个方式的 刚才回来的时候 归入晚风清 等到睡不着的时候 东宝没写到 只看到 室的灯 从明亮去暗淡 但事实上外面 从凉已经变成什么 下着雨来了 最后再补一笔 告诉我 之前他睡不着 已经下着雨了 为什么下雨 好像他心在场内一样 一直都在深化的情绪 这就是我们说的 颈随晴转 颈身会随着情感变化 情感因外面的颈 也会伸出更多的情怀 无伤交涉的 无伤交涉的 所以没有说的 但是永烈的 从风寒到下雨 看得出 他因为一夜睡不着 梦不成的时候 整个心情的一个状态 当然外面下雨了 他眼中也在流泪 所以难怪到最后 稍微说说 臭雨晴时 泪已不晴 臭雨到天的时候 终会放晴 但是我心中的 离别的哀伤 是永无止境 那个泪会流不停的 你看得出一种 很深刻的一个情绪 在这里面写着 一夜天亮的 雨停了 但泪水却流不尽 但有一种很夸视的 很内比的手法 且势比的情 未必是真的是如是 但你看得出 那种悲情时 的确很深刻 那这个词 是动魄 我们看了 离别的词 他写了很多 用了很多手法 但你看得出 前面还可以用 一种表面的 亚裔的变化的手法 写出来 但写到这首的时候 东坡就直接的 抒发出 他真的的深情 最后 累这个词语都出来了 这个可以说是 东坡文学里面的 一个大的突破 东坡之前 也有很多的 宋别的故事 宋别的弟弟 或者他的太太去世 或者他妈妈去世 爸爸去世 或者朋友的各种东西 离开 在文章里面 东坡没有直接把泪 直接写出来 来到杭州的第二年 欧阳收去世 他已经跑到一个寺庙里面 哭了一场 可是呢 其实呢 写出他哭出来 但是文章写出来 他没写到泪这个词汇的 他尽量的文字里面 不愿意去把它铺陈出来 可以在词这种文集 特别书情的文集 东坡就没办法了 这个是东坡在 写宋别的一个文集里面 第一次写的 类的一个词汇 那邝昭一说 他说 至真之情 有心灵肺腑中流出 这个时候的词 对东坡来说 已经不是一个外在客观 为别人写作的歌词 它是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 感情的一种文体 真情流露 跟词体可以做很好的结合 就可以很真实的 把这个情绪做这样的铺写 所以这个时候 东坡在这个词的写出 自己一级的哀愁 也可以说 为自己的抒情文学 掀开新的一页 但这个没完没了 东坡这个是第一个词 离别写出来的一个泪水 还有呢 离别有所谓生离死别 果然呢 一年之后 东坡去到密州 就因为哀悼他的太太 写十年生死 两茫茫 最后是 唯有泪牵 那个泪根是 稀里哗啦流不停的 还有另外一种呢 离宋别之后呢 还有另外的 就触动他情怀 就是思乡所带来的情绪 回不了家 这种悲伤 这是东坡早期文学里面 很重要 他必须经过这个过程的 本来一直以来 十指年来 面对人生有别 岁月飘忽的一种感伤 一直呢 东坡就强制 打起精神来 去面对周族的一切 但是人非草木 他就要经过这些 送往迎来 生离死别 思念孤山的事 一个一个来 而且加上有适合的文体 一直就帮助他 出使他 把那个情绪都导引出来的 这对他来说是好事 会疏通他的一种 紧绷的情绪 这个是我们看东坡文学 以及他生命情境里面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环的 我们就看看东坡的这样一种 抒情的表现 好 这个是面对陈树谷 等一下我们看看 面对另外的 陈树走了之后 再来一个另外的长官 杨元树 另外一个长官 很不一样的情绪 东坡有另外的情绪 就用了 就在不一样的长官 不一样的来历的一个人身上 就激发出来 比如说公民之念 还有那种思想的情怀 他跟陈树很少直接提到 思想的情绪 刚才只提到俗课到江南 但实在真的想念孤山 就不一样 因为另外的长官 跟他都是四川人 他会讲方言 穿话来沟通 情绪就比较跟他直接的被激发了 等一下我们来看看 另外的一个课题 好 先休息一下 前面我们介绍几首之 东坡送给树谷的作品 有一首旅途中的仇振之作 有几首是送别的词 那丞相对他来说 是一个敬重的长官 对东坡在寝食教具上面 相对是比较温暖 用的语调会比较舒缓 但有些类在 更深刻的生命课题 他就也不愿意 在跟陈树很当面的 能够说出来 那下面来到的长官 就不一样了 是杨慧 杨元素 他是四川的缅州人 那杨慧书的个性比较开朗 个性比较好爽 所以多么面对这个长官 在词的写作上面 当然他的比调就会有所改变 比较轻松的 比较豪迈的 甚至因为两个都是来自四川 所以有些 比如说家乡之四 就会彼此可以沟通互动 自然就会不自觉 勾引出一种思想的情怀 更深刻的利用出来 还有就是两个对公民的一些看法 就比较会能够设计得到 跟陈湘就是点到为止 因为有一首毕竟是比较是长辈 他不愿意多谈 那下面我们看几首 跟陈树谷陈湘的作品 第一首是你们的 四十四页的二十八首的《晚西沙》 其实东坡跟陈湘共处的时间并不太久 七八月间陈湘离去了 然后杨元树来这边担任杭州之州 但之后东坡就接到一个新的派人 他要移首他就被调到密州 所以不久东坡也要离开了 所以跟杨元树重叠的时间只有几个月 而杨元树来杭州也不久 在东坡知道被调到密州不久 杨元树也有新的命令派人来 要他回到朝廷去 担任朝廷的官员 所以这里面不止东坡之前送别树谷 现在反而他也是一个被送的人 最后他也要送杨元树 所以里面送别的就产生两面了 所以我们讲所谓的送别诗就有两类的 一个就是要送别 就是我要送给一个要离开的人 比如刚才东坡陈树谷 另外一种送别诗就是我要离去 我要留证或者留证首诗给别人 所以有证别诗 所以送别诗上是两类的 我们简单去分的话 那在这个时候东坡都尽力就两种了 因为他自己也胜在其中 他也有这样的情怀 那这次往西纱他就说明了 他说自杭移密首 他从杭州就移到了密州去 当着密州的太守 东坡三年一调 他这个是自己主动要求去调到密州去的 因为他跟弟弟已经三年不见了 刚好弟弟就在之前 就有个机会转到去山东的齐州 当着一个书记的工作 齐州在济南 跟密州的租城很近 所以东坡说好机会了 他想到打了一个机会 就去了密州 因为靠近齐州有机会有时间 他就可以去拜访这个弟弟 就可以以为他的相思之苦 所以东坡就有这样的考虑 所以不久他东坡就要离去了 那这个时候 因为他要离别杨元树来送他 他是席杨元树 他是证别师的 他是证别给杨元树 其实杨元树才设业来送别东坡的 东坡已经访客为主了 刚才他是有送别人 现在是被人送的 所以这个时候 还要加一个附带 他说十重阳前一日 重阳节的前一天 这里有碰到东坡另外的生命课题 我们说东坡人生有别 岁月飘浮 在东坡的诗词里面 他是一个很注意时间的人 所以他的词 就是写在什么实地 他清清楚楚做一个记录 他绝不马虎 所以大家有兴趣看看 东坡用很多很丰富的意象 来写出时间的变化 我们说 所以说流水 东坡常用的 但用法就跟别人不一样 还有东坡有很多千名万化的 一种时间的一种描述 可见他真的很在乎 所以什么时候写 什么时候写做这个实地 他会牢牢把它记录下来 这首就记录在重阳节的前一天 那为什么有意义呢 那重阳节对文言来说 应该是能够相处在那边登山喝酒玩乐的最后一个重要的食欲 那从元秀节一直过来 端午中秋 中秋是家人商会 重阳节是可以大家朋友相约 去登高望远喝菊花酒相聚的一个重要的活动 那重阳过后呢 已经是冬天了 大家就分别又回家 所以我们没有更多的文人相聚的食欲 那重阳节已经变成了二十四节令里面 其实文人在信用中里面是最重要的最后一个 一年最后一个食欲 所以重阳 在本来就有这样的一种配猪与草 因为希望人能够年年一寿的 有这样的意识 所以重阳节会带出一种更深的时间的一种感思的 所以先开始的我们看到东坡的词 凡是写到重阳或者前一天或者后一天 都充满一种更深的时空的焦虑的感觉 因为一年有将近 这是不例外的 东坡的词里面常常谈到 在重阳节会唤起这份精神的 那在端午节或者中秋节就比较不会 端午节是希望能够明月共赏 朋友相聚而已 清明也不会 在重阳节是不一样 它多了一个这样的一种时间的焦虑 因为这个节欲跟朋友在一起的是最后的一个最重要的节欲 之后已经入冬了 分别归家 已经不可能再相遇 等到明年春天吧 所以每每在重阳前后 东坡会有更深的一种感叹 而且写出时间变化的一种感伤 生命消失的一种无赖的一种新生 重阳有间重酒 东坡很喜欢一个句子叫 名誉黄化蝶也愁 是这样 重阳节的后一天 那重阳节的那天值得珍惜 等第二天的菊花开始貂蝉了 应该连蝴蝶都哀愁了 人更悲伤 所以他就写了一个 那我们过去就很多重叠的节欲都是这样的并称 比如说圆欲 我们称为正月初一 就是圆欲 我们称双数没有的 只有一三五七九 就有的 如果在诗诗里面写三日 有注意 三日就是不许别的三日 是三月初三 它是重叠用法的 而有诗诗里面写到五日的话 比如说我作五欲诗一首 什么叫五欲 就是五月初五 以写类推 如果我写一首七月诗 就是七月初七 九日就是丑月初九 就是重阳节 一三五七九都用这个用法 圆欲就是正月一月一月一月 一三五七 可是东坡 或者已经唐代有虚人写了 十欲诗 老经纸转换的 一三五七九都写double的 一月初一 三月初三 十欲呢 你们说十月初十 双十节 当然不是 很妙的是 十月十一 东坡有最长 现在东坡有几首诗诗写到十欲的 是什么呢 十月就是九月初十 重阳节的后一天 只有这一天是特殊用法 就写到对重阳节的一种 尤其写到十一的时候 真的感觉到一切都凋零了 生命变化了 所以这个有更深的感伤 那这个我们先提醒下来 才说大家注意到 写到重阳节前后一天 或者当天或者后一天 东坡有相类似的一个情绪 那这首也不例外 好 他这首也送给杨元祖 他怎么写 他说 缥缈围楼子翠间 良成乐视古难全 赶时怀旧独其然 碧月穷之空夜夜 菊花人貌自年年 不知来岁与谁看 有很深的一种爱上 年复一年的过去 写的比较悲伤 东坡跟丞相比较的情怀 都是陷于离别当下 或者不能见面的 但是跟杨元祖谈的 就是说 比如说更深刻的 带来比如说时事的优惠 对不对 莲华老旧的悲感 特别深的 他不会做 刚才的跟丞相的一个说法的 就是直接像 你看东坡上边这些 就是眼前的离别的一个情况 飘柳围楼自翠间 那这里没写到在哪里了 这个三年之间 刚好也许有山南营药 所以产生一种紫器 跟绿树 丘相合的环境 他说这个围楼 围楼是高楼野 我们不能说 陈相杨元祖的陈归 坐龙东坡 把他带起围楼去里面 去喝酒 围楼不是我们间的意思 围楼就是高的意思 围者高野 尤其中国诗歌很喜欢的 用声音的一个声调 来传达出某种情感的 这里不用高楼围楼 但有意思 要用阳频第一个声 围楼两个字都是第二个声 声音是比较低沉的 要传达比较苦闷 哀伤 平安的情绪 都用阳频会比较稳当 因为你把它变为 飘柳高楼紫吹间 整个字就阳起来就不对了 对不对 所以中国诗诗诗诗里面 因为跟音乐有关系 有一首选用字 看他的音高音低了 来选用 来配合你的情绪 如果你要表达哀伤的情绪 你尽量用比较低沉的声带 会比较好 所以你弹钢琴 用你的左手间弹低音 会比较哀伤的 用右手间高音会比较高亢 比较愉悦的 一样的道理 所以中国诗诗诗里面 不止只有我们平常区域 还有阴阳轻拙音 所以要清醒到一个音色的高低变化的 所以虽然在选诗的时候 会考虑到这一点 用一个音调来传情 所以你看 缥缈微楼 跟你用缥缈高楼 意思是一样的 但声音不同 因此情绪就不一样了 是微楼 是很低沉的 好 平平在遥远 遥远的高楼上面 紫萃间 就是紫烟 那当然是烟蓝的颜色 萃就是绿叶 或者树叶的颜色 就是在烟蓝流药的 陆树浮出的 一个高楼上 他们有这个酒烟的 是很高远的地方 好像远离繁足的 但是酬烟是一样的 好 可是东河子文写到呢 他说梁石乐是古兰泉 梁石乐是古兰泉 那很多东西 又配合得那么完美 真的不容易 后来东河子写水雕 歌头也写到这样 对不对 人有悲欢 又要运行 其实古兰泉一样 好 今天是梁城了 梁城是因为 是重阳节的前一天 如果一般的话 我们登高望远 去喝酒是蛮快乐的 但是今天是热市呢 也不能说是热市 因为东坡不久要离开的 这是送别的一个离宴 不是为了欢乐 欢庆 重阳节登高喝的酒 而是因为离别的酒 所以这个事情呢 所谓快乐的事情 跟梁城 结局呢 很难实全是美 因为今天是梁城 但不是热市 因为我将要离去 所以东坡讲那种 人生的一种遗憾 很难实全是美的 如果今天不是我离开 今天就快乐了 我们就会真的喝个痛快 偏偏呢 你是来送别我的 我就不快乐了 那这个快乐 都不止因为实力的关系 当然还有一个事情 东坡把这个情形呢 我们说 此者是逐渐加温推进的 因为单纯外界的梁城乐视 那也太肤浅了 更多的事情 你看这个事情呢 跟陈上他不说的 但是跟杨元树也说的 为什么 他说 赶时怀旧 独其然 东坡没有在杨元树面前 表达他真正的 内在的一种对公民事业的一种感觉 他会比较有所保留 但对杨元树他会说出来 意在言外之道 一个是赶时 一个是怀旧 怀旧当然有很多事情了 怀念他迟疑的朋友 他认识的欧阳树就去世了 他以前的朋友一个一个离散了 现在陈上也离开了 现在杨元树真的也不走 又有分开了 这个是怀旧的情绪 那赶时更多内容了 那我们讲的 词基本上不会足以清楚的会把政治 时事写在他的字面上的 流行歌曲本来就不扮演这个角色 他用一种比较间接的 渲染的烘托气氛的方式 把这种感觉写出来 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政治氛围 我们什么样的一种悲伤的情绪 写这个情绪就好了 不需要真的事里面去写 所以这个是意在言外 当然伤心人比较怀抱 他们两个人都是同些天涯沦落的人 当然会感觉到这个事情 多么不用多说了 大家知道什么叫感时 感什么时 不是有感到今天的时遇 这个感时就是 你看当时的时是什么 王安时已经也霸相了 新法已经过了一个段落了 王安时起码还有一个君子 后来他扶持那些小人当政的话 就国家就败坏了 那之后韩战为上 刘慧卿参知政事 这些都是感时的内容 这是一个一个这样的人上台 然后政治干不堪 都不是有心人 那个时不止只要 简单的一个时事况而已 包括政治上的各种的状态 当然这个在词里面跟陈上 在背后讲会讲很多 但词里面只是讲两个词语出来 感时怀就是知道的 我们感我们当时的美好 当时的理想都落空了 好的朋友一个一个的生离死别 都这样的发生了 当时时不我语 而是很不堪文问的状态 所以他说这个事情是令人很不安的 他说独其然 好了 他是有关于国家的一种不得安的状态 使得东坡很凄阳很难过 因为在这里面 东坡不能越除带跑 帮承杨炎书说话 他自己惹来的情绪 所以用读自然 因为现在离开故人 还有这个地方的人 不是别人 是他 而优国优民的也是他 所以这个词里面用一个词 就叫独 就是只有我独其然 他不是皆其然 不是近其然 对不对 城上还没有 也许他的前途不一样 他就无法去带他来讲话 但词基本上都是 不写大众的 这些个人的情怀比较多的 他用个独很坚定地写出来 就是我的感觉 都是我自己的所体会出来 你会说感知怀是近其然的话 那都不是我的 大家都是了 但偏偏就不是 只有我了 也许我想太多吧 我就挣脱不开了 所以这句话不会跟城上说的 就跟杨玉叔叔 就是自我作解 我没办法化解这种悲欲 所以就很难过 独其然 所以这情绪表达说 他比城上的那个宋别词的 跟深刻的多了这些内容 他愿意跟这个故人 跟这个杨玉叔说的比较深 说的比较多 因为他比较信赖他 因为他是同乡人 讲的话会比较亲切 引起这种情绪 好 因为这样的 下边就写出了 他还是要回寇 今天是重阳节前抑郁 重阳要登高 要喝酒 要赏局 我们都来了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不做这个活动 一做的话会更是难过 为什么呢 想到未来也不可能再有同样的活动 跟你在一起 所以想到这一点了 碧月 穷之 空夜夜 菊花人貌 自年年 但写到这时呢 当然是想想 离别之后的状况 好了 碧月 如玉之月 叫碧月 很明亮的月光 好了 穷之 代表美丽的一些树叶 对不对 穷之 而菊花 当然大家都知道 因为重阳节口菊花 家人因为这个宴会 有些女孩子是相陪来唱歌的 来作乐的 那这些事情呢 年年都一样 都会有的 自然 我今年有了 明年依然会有 有这样的 这些明月高照 有穷之 有家人 有菊花 但是呢 问题是 不是来说 与谁看 但是问题是 离师父的相当时不同 因为 毕竟我们分开之后呢 我就不晓得跟谁在一起 来共同去参与这些活动 看着同样的这些事物了 感觉就是一种离别 带来一种呢 一种时空的变化 带来一种感伤的 因此呢 欣赏这些人都走了 所以啊 留给谁来看呢 所以呢 就使得呢 碧月穷之 只能呢 夜夜空明 他们是无情之物 对不对 无法人 有共同人 共同去参与 一言如故 所以夜夜都如是 他们的变化 都是如此的变 都是一样的 而菊花家人呢 只有年年自美的 年年都想到 啊 家人都美 菊花都漂亮 但是事实上呢 在一个不变的一个世光中 充满了人世的变化 因为不知来谁 与谁看 这就这种情绪了 虽然只能任由他 就年年空明 年年空美 但是人情呢 就只能暗自感伤 一直任由他变化吧 世界里面就觉得 比之前的更深的情绪的 这就是因为 这样的一个老朋友 在面前 东坡就不由自主的 就把这种 令人感伤 唏嘘的感伤之感 就写出来的 所以这个 对他来说 这个家节不是一个呢 如刚才所说的 梁成乐是古兰犬 开始意识到 有些事物 不是由你所愿的 重要是那么美好的家节 反而对照出 更深的悲痛 这个后来扩散到 不仅是重阳节 后来中秋节 跟他弟弟相遇 也会写出一种 真的梁成乐是古兰犬的悲感 没有更好 有的时候 产生更多的对照 隐身的悲戏就更多了 好 这个之后 我们再看另外一首 也是宋别的作品 也写到累的 但是用比较 更不一样的手法 表达出来的 因为他对程商 跟杨玉树 如果这些是一个比较开阔的人 当然不能直接稀里哗来的 把他泪水写出来 可是 因为这样的朋友 在一种比较轻松幽默的语调里面 实际上写出更深刻的情怀 那下面我们看一首是三十一首的南乡字 它是贺阳元树十一首秘咒 他快要就到秘咒去当地方的太守了 所以在之前他就唱和一首词 跟谁呀 是阳元树 显现了阳元树会填词的 他跟他唱歌 相对于成乡是不会填词的 所以只有东坡自说自画的多了 因为有回应 也许这情绪是因阳元树而来的 但阳元树作品不在 我们不知道如何对应的 但他知道了 词本来会抒情 因此因为情与情的互动 会产生更多的波动 表达的情怀会更加的深刻 因为他是一个会懂音乐的人 阳元树这样的写出来 我要这样的回应 那怎么写 他说 东吾万余行 云海天涯两秒忙 何欲功臣名税了还乡 最少培供三万场 不用树离伤 痛饮从来别有场 今夜送归灯火冷 何堂堕泪阳公却信阳 又落泪 但是落泪不是我 那个信阳的那个家伙 他说的很妙的 但这种呢 那么轻松之内的话语 当然不是那么亲切 你怎么跟长官说这种话呢 可能两个蛮麻吉的 对不对 这个是很好的朋友 他才能说出来 而且里面的用语 比较机切 相对给陈上的一些 会比较不那么一样的 直接明白 他只要你看 用痛饮 用醉效赔工 东吾平常不喝酒的 记手就写 就疯狂起来的一种态度 可能一种 机器的情怀 特别的深刻的 好 那 你对照两个人的 一种送别的一个词 真的表达的方法 真的不一样的 其实上篇 写了 东吾就想到了 他记得 别后的相似之情 因为人无法面对 当下的离别 在离别词里面 最动人的一首 是刘勇的语玲玲 一般的写离别 就是 春春更进 一杯酒 西秋阳光无辜 后来走就好了 你怎么上路我不理你 不然就是 目送离 你离开就好了 不要再多说什么 但刘勇不是 刘勇写了什么 就是 离别当下的 难分难解 那一刻 当你听到催离上船的时候 你不愿意走了 然后就开始 举手相看泪眼 尽五履灵眼 他把那一刻 走了 定格在那一边 无法松开这手 因为一松开之头 此生难以再见面 一直在难分难解 一直在不动 牵着对方的手 一直牵着对方的手 一想到未来不能见面 不晓得 此生能够见面 今天晚上 明天好像不知道 身在何处的时候 那这个手 更是松不开 所以他把整个字 定格在离别 那一刻 越想未来 那现在更不愿意 轻易放开你的手 泪水只能越流越多 那是很难得看到 松别的字 难怪是在刘勇的词里面 是最受人的喜爱 而且流传最广的词 因为他能够写出 那种当下离别的生悲 东坡在这个词里面 他无法面对 东坡刚才尹甲写了 尹甲孙可孙可孙可 也是故作要为研讨 不能写出来 我如何离别 我要面对你 那种感伤 他不断写出来 那这首更是巧妙 他不写 我离别当下 会怎么样的情绪 对不对 他写了 想象的以后 我别后会相思 然后约定后会 以后能够退休 就能够还乡 事实上未来 也从对方作比 将时间拉远 然后空间延伸 然后是用这种方式 用未来的追忆 商定的盟约 来疏解现在离别之苦 显然他根本 无法面对当下 只能塑造一个 以后能重逢的机会 来疏解当下的悲哀 这种逃脱的方式 我现在不能上见了 连过了 想到以后 我们终于会能见面的方式来疏解 他不是当下的 面对离别的写法 当然这样的用法 反而会产生更多的 不定的一个因素 增加更多的惆怅 东吴不知道 不知道实际上 里面呈生的情绪 情况会更加的严重 我们先看开篇 他说的 东吴望于行 云海天涯 两秒忙 东吴就是现在的 山东诸城 后来他派去密州的 办公的地方 东吴是他的古称 就是他以后去了密州办公的 山东诸城的所在地 东吴 他卸闪了 当我以守密州的时候 我一定会回头想你的 我就会在东吴的地方 在东北的地方 往西南的望 望什么 望于行 于行是现在杭州 就指杭州的 我不会忘记你的 我以后一定会回头看你 但是在很远的地方 但是问题是 看得到吗 看不到的 云海天涯 两秒忙 到那个时候你看 隔着一重山一重山 由密州回望杭州 隔着云海一段 天涯相隔 是秒不可及的 你看那个距离有多远 他想到有未来的一个行星 所以这个离别之后 我只能不断地盼望着 然后顾望过去 但是能不能重逢这样的位置 那隔着太多的 遥隔的一个距离了 云海天涯 两毛绵亡 那以后更不用说了 唯一能够相聚是什么呢 只有其他未来 我们一起回到家山 因为我们来自同样的地方 都是四川 对不对 所以以后都是云海相隔 不只只有山东跟了杭州这一带 那之后也更是了 更不知道最后 最后去了什么地方 就是很难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空间 代表了一番被写出很空间的辽阔 但也象征一种 不能跨越的距离 而且永远是留住这种 相望却不能相亲的一种感叹的 云海天涯凉渺茫 这种当然这种用语 就跟陈善就没有说过了 他跟杨元树就会谈到这一点 当然这个未尝没有 杜甫师所说的 明日隔三月 是两茫茫的一种感伤的 明天隔着三月 但是很难预料 最后我们的人生 是怎么样的一个旅途了 好了 既然人生难料 怎么会弥补这种遗憾呢 未来难预料 就指望一个事实的 他说 我有时候何于功臣名税了 就是功臣名就 我永远可以还乡 好了 最后离别 也许真的不知道去哪里了 东西苗苗茫茫的 不能在一起 但最后我们也许有个归宿 只要什么呢 我们约定好了 功臣名税 了得是完成嘛 有些人生的 我们的理想达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还乡了 就回到故乡去 回到故乡的时候呢 要什么呢 痛要醉效赔工三万场 都没有平常不喝酒的 如果真的达成冤枉的话 我会破戒 我喝到烂醉 陪着你 陪着三万场 我们人生呢 百岁 三百六十五天 人生就三万六千五 每天饮一杯就是一万嘛 三万多嘛 就天天陪着你 生活的余生就每天每天陪着你 用李白雁喝酒的方式 最后陪供三万场 我都真的豁出去了 就宁愿身体都坏了 没关系 就值得清贺的 但是呢 问题是 前面有两个字 就里面充满了太多的一句了 何日功成名税了 前提是功成名税 当然你看得出两个的确有用识之心 可是啊 在现在一种更恶劣的政治环境之中 如何真的实现理想 所谓的功成名税 会不会也是一样的 秒不可及呢 所以两个 用这个合一两个字 当然 觊觎很深沉的 有着无限的感叹 什么时候能够功成名税 退还故乡 如果这个理想 达不成的话 是不是有意味着 最少陪供三万场这个事情 就会落空 现在所说的 只是一种精神的安慰而已 根本是打不成的 所以两个合一是很沉重的两个字 什么时候功成名税 问题是 我们你看看 眼镇正看的 我们身不由己的到处被派人 这个朝廷回不去 无法实践我们的理想 你真的希望有一天 我们真的回到朝廷 能够为国家打拼 建造我们一番的事业吗 谁说可以的 所以这个推论 你说能够达到的理想 根本就是 也是 遥不可及的一份梦想而已的 好 这是 东坡这里面就有很多 这样的一个波折 最少不用三万场 那个事情当然就是 假设吧 如果能够的话 多多快乐 那现在呢 就姑且把它割下来 把这个情绪拉回离岩上好了 那是未来 能达成很好 达不成也算了 但回到眼前 我们就跟着争取当下 对不对 所以东坡就回到眼前 虽然呢 跟阳元书呢 就是共享这个美好的梁也好了 所以跟他说了 不用树离山 离山 山是酒杯 离山是离别的酒 这个树字呢 有另外的解法 这个树有此酒之意 所以不用树离山 就是在离言上呢 不要推辞饮酒的意思 不用树离山 不要把它 维庄有一首词就这样说嘛 对不对 莫树金 那个 需求春露短 莫树金杯满 不要因为酒满 而在以推辞 酒要好好度过这个两夜吧 不要怨谈 这是一种态度 所以告诉我们呢 好 以后喝不喝呢 那山完长的酒 先罢了 先不说 等到那些工程民就在说 但现在呢 我们既然有着 在面前呢 不要再以推辞 尤其离别的酒 要喝下去 所以不用树离山 离别的酒 千万不要再以推辞 为什么不能推辞 因为痛饮从来别有场 这些真的只有 他们两个能理会 体会到这种心情 一个就是呢 东坡用到一个词汇 叫痛饮 东坡平常不喝酒 等喝酒你说快乐喝酒 也罢了 又痛饮 就并不是简单的事情 为什么有痛 痛在何处 有痛饮 这个词汇 在东坡 因为一散不喝酒 所以这个词 在东坡词里面 不常出现 几乎很少看到 用痛饮那个字 我们看呢 杜甫曾经有一首诗 是送给李白的 就用了这个词汇的 他认为李白什么 痛饮狂歌 空度月 李白喝酒 不是快乐喝酒 是痛饮 为什么 他太多愁怨了 只能借酒交愁 而且美须一饮三百杯 太多的一种生命的哀伤 然以舒解的悲愤 才会痛饮 把自己灌到烂醉 忘掉人世 来逃避人生的种种 才会痛饮 李白可也说通饮 东坡词来通饮呢 他还是在仕途上 有他的作为的 这里面可见 他心中的主观的认定 就是不快乐 很多的不为人知的一些事情 很难的舒解 只有借酒 卖醉来化解 这种痛饮 他跟陈上不会说的 陈上必须是一个正人君子 比较正派 言谈会比较有所保留 但是面对杨远书 东坡就会说得比较急切的 有痛饮 痛饮我们知道 应该是有一种 很难留意的 压抑不了的悲切的情绪 所以才有痛饮 有痛饮什么 他说通饮 这种痛饮从来别有偿 为什么 这种酒喝不醉的 一定要喝下去 喝到很多杯都喝不醉 为什么 因为别有茶 因为别有茶 另外的中茶 来装这种酒的 那这里面当然就语出一个典故了 那在五国故事里面记录有个南明王 王延义 与群臣喝酒 然后其他人都喝退 就是喝不剩酒力都退下去了 唯有一个汉林学士周维悦还在做 那王延义就问左右了 这位周维悦他身躯甚小 为什么能够喝那么多酒 左右就对悦了 他说陈文酒有别常 不能以肌体而论之 所以喝酒有另外一条肠的 所以不能用肌肤人的大小来论断 你们现在都懂了 对不对 你们吃饱还吃甜点 为什么 有另外的胃 对不对 这种别有偿的意思 痛饮 其他的酒喝下去很醉 但这个痛饮有另外的管道 把它装的 把它存在的 痛饮从来别有偿 当然意在言外是说 伤心人别有怀抱 这种酒只有我们身在其中的人能体会的 我们有另外的中常来喝这个酒 也愿意承担这个 不止一般的逢常做事喝酒喝醉而已 因为我们有别的怀抱 别的中怀 只能用这种酒来浇下去的 中人同样的人 东方本来不常喝酒 这里他愿意会就看得出 这个情绪的一种激愤 由何来 跟杨元树 两个谈的话会比较深刻 自己的情绪更加的激热 才有这样的表现 这也是写着他们离别的时候 那种喝酒的一个状态 那上面当然最后他写出了 酒后送归之事了 更看出两人的信心相识之情了 他说一样的他说今夜送归灯火冷 刚才那首宇美人也不要写到灯火将冷之事吗 好你看到荷塘月色 对不对 对面的沙河桃也一样的景色 灯火也冷了 对不对 人夜归人静了这时候 这时候了 已经是最后一课了 引导送我回归的一个时候 东坡本来应该是写出意义不舍 尤其他的下属 应该是写出他自己的一种情怀的 东坡这个时候也不从自己角度 也故意从对方的角度写出来 而这种真的很大胆的 还要揣摩你的长官会为我落泪 当然如果不是至教身教 那么轻松愉快说出来也不容易的 他说了 回落泪是谁啊 他说 多泪阳公确信阳 这句话是很深刻的 为什么用多泪阳公 刚好用个谐音 刚好两个都姓阳的 但是字的写法不一样 跟读音一样的一个阳公来做比喻了 那阳公指的是阳户 你们注写也有写 阳户是西境的人 为人很忠厚 情于任公事 在晋武帝湘游灭吾的时候 以阳户担任了都都荆州诸事 驻守在湘阳 湖北 他很喜欢游了湘阳的县山 那个县山 阳公很有声望 对地方人民也很好 后来他去世之后 湘阳的老百姓就在县山 走建一个碑来纪念阳户 后来的人每年都会在那边去拜祀他的 忘记悲到碑的老百姓都会因此而落泪 后来称这个碑为堕泪碑 这使得杨户是一个为人很忠正的人 而且对地方老百姓是有贡献的 所以当然这里面一语相关的 刚好信仰也赞美杨公也应该会受到老百姓的喜爱 以后他离去的时候 那些老百姓也会因他而落泪的 所以用杨公确信仰来比喻的 那这里把很多的意识都附和在一起了 当然杨公是这样 我何尝不是 我们都是有心人 对地方都是努力从公 来做好我们的本分 老百姓应该有所感念的 当然东坡以这个来赞美杨元素 也是自我期许的一个部分了 这里有总结这个语句 用来细语来指指杨元素对他的识别之行 你看杨公人在为他落泪 你看多了杨公 当然就把他转过来用了 落泪了杨公 当于姓杨的杨户 你看现在是姓杨 就是你这个人 你们的姓名协议相同 你们对地方的奉献都一样 以后你们离去之后 老百姓都为你而落泪 现在你也为我落泪了 当然我也不简单 对不对 我也是个跟你们一样的 都是为国家为地方做事的一个好的长官 他以此来秩序的 所以这里面写出一种很深深的情绪 用细语来介于 这些有无限的深情在其中 也写出了他自己的对地方的一个奉献 期许 所以看得出这首用间接的第三人称的 对面年轻的手法来写出一种类 但东坡当然也不是真的离别之时 所以对杨公也不会立刻表达出他自己 泪眼婆娑的一个意象 但是你看得出这个词里面 很清楚表达出很深刻的情意 尤其是各种的用语用 词语用法上是非常的急切的 那这个我们举例不多了 当然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两位长官在他的写作的对象 作为写作对象里面 在写作的语调上面所形成的风格 都有些不一样的 那这些都比较明显的是针对一些对象 特殊的特别的一个事况 来写作的一个词片 我们可以验证他的生涯去论断 那下面我带大家看一首词比较特殊的 就是第十四首的少年游 我们先看这个 那思想情怀留待下个礼拜 我们一并再看 会比较脉络更清楚 第十四首的少年游 它这个词比较特殊 它完全是代理之作 它是在润州作 我们刚才说了 东坡在那一年的十一月 由杭州赴润州去证灾 然后离开渝寒门 这首词写在四零七年 他就说了是代人寄远 代别人寄给远方的亲人 当然是代一个男生 寄给远方的一个家中的一个 可能是师父他的太太 对不对 是代人寄远 我们觉得奇怪 代谁呢 东坡也没明白写出代谁 可是我们知道了 在中国传统有一种诗歌的体力 叫做代理体 代替别人的来写作 就借归院 就理解归宗师父 思念远方人的口吻 述说积极 对行议在外的人的思念 对他表达的一种思亲的情怀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 东坡是有实际的生命经验的 现在他也是一个人独自在外巡视地方 离开他的家人 所以代人寄远 难道没有同样的 就是说他代他的太太 来思念自己的情怀在吗 当然是可能有的 用杜甫写他的离开 在异乡 写了一首望月 一个月夜的诗 从太太的角度写他自己一样 对不对 这首也用了一种间接的手法 来表达出一种思念的 离别思念的情怀 当然我们先看通内容 再回过头来看看 东坡是有同样的情绪的 他说去年相送 于寒门外 飞雪似羊花 今年春尽 羊花似雪 游不见还家 对酒卷连邀明月 封路透窗沙 恰似恒连双燕 分明照画梁霞 这词实际上不难懂 因为他有大人寄言的写出 大家普遍的生命经验 所以这种内容 实际上是很普遍的 因为男生出外去谋生工作 然后留家人在家中去等待 是经常有的经验 所以这个词一写出来 引起很多公民 而东坡也是有同样的一种生命经验 所以写别人 实际上何尝没有自己的投影在呢 但是如果直接看到东坡 蛮能够了解到 现在我离开很难过 但你要想想 你家人在那边等待你 等到你不回来的时候 也何尝不是同样的悲伤人 所以换我心为理性 那是共同的经验 所以人有种同理性的时候是好的 所以能够透过这样的一种互动 能够了解彼此一种恩爱 彼此一份思念的深情 那这里看到东坡另外的 比较温柔的一面 好了 前面上篇 先写女孩子盼望其男回来的 表达了东去春来 人又还没有归来的一种感慨的 那前面先写 她说去年相送 去年年底的时候 女孩子送男生走了 在鱼寒门外 鱼寒门我刚才说的 在杭州城的北门之一 叫鱼寒门 就是送到北方去 鱼寒门外 那时候真是什么呢 飞雪似羊花 冬天下起雪来 好像羊花 羊花不是花 羊花是柳絮 因为有些写诗词 凭着互用 有些用两个瓶声 用柳絮不好 推不上 所以用羊花来代表的 而且用羊花的比例 所以飞雪不是没来由的 因为它们有类似的地方 都是白萌萌的 轻轻柔柔的 漫天飞舞的状态 对不对 所以飞雪似羊花是可通的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看过雪 想到漫天柳絮纷飞 就知道雪下的一个状态了 飞雪似羊花 那以前呢 我们认为 这个处处有来历的 好像诗经的小雅彩薇篇 不是有一句话吗 是我王矣 杨柳异矣 竟我来思 玉雪飞飞 对不对 所以用这个来做 以为它典故的处处 我认为呢 东坡的处处 应该更是从这里来的比较差当 只不过在南北朝 南朝的时候呢 范云跟何勋的一个连句 所以连句就是 你两句我两句 联合起来 究竟谁是连 前两句是康芳母亲的 所以他们双挂名 就挂在一起 然后他们也凑合这四句话出来 你看看他写的很神奇的 他说洛阳城东西 常作金莲饼 我们在洛阳城的那边呢 年复去来 很多时候都在那边来来去去离开的 离去的时候呢 习去 雪如花 今来 花似雪 你看东坡这个前一点 不是吗 离来走的时候 雪如花 就是飞雪似洋花 后面呢 你来的时候 由不你回来呢 今年春春呢 洋花似雪 不行后面是要说 花似雪嘛 整个很类似的 但东坡界里面 当然附和那个内容的时候 更加的深取动人 为什么 他这里面 你想想想 一方面你说了 因为洋花似雪 但雪是洋花 它是有意思的 为什么呢 洋花是柳絮 在中国传统来说 柳絮就代表离仇 离别 也一个象征 所以想到了 当时你离别的时候 中央不是春末之时 漫天飞舞的雪花 也好像代表离情一样 我看起来就好像柳絮纷飞 因为充满了离情的一种 一种愁绪 所以就出井上情 上这个画面就好像柳絮纷飞 因为柳就跟离别有关 充满了离情 那雪冷冷 跟离情相关的柳絮的话 一派集合 就很好的一个象征 飞雪是洋花 那比这个单纯的花更好 那个花没意思的 什么花 不知道 如果用洋花呢 那个雪跟花就有意思了 那个雪跟离别有关 因为跟洋花的关联 因为跟柳絮离别有这种串合的 那看你怎么用的 多么久用个洋花 确定好跟离别有关 好了 过去离别的时候呢 漫天飞舞的雪 好像看起来柳絮又被充满了离愁 那画面我还记得 好了 等到今年呢 今年春季 春天已经快结束了 你还不回来 可以看到什么 洋花似雪 真的是漫天柳絮纷飞的 它想起来好像雪一样 当然想起来 当然两个的质感都一样的 但另外就是什么 一方面看到洋花出紧伤情 感到是洋花 为什么四雪冷冷的 好像对我来说 你不回来之后了 我的世界已经没有春天了 都是在一种冰封的世界里面一样 因为这个离愁已经让我毫无生机的 没有那个动力 所以这里的形容 已经多了另外的情绪了 洋花似雪 因为好 我们说洋花飞絮 因为没有离别 是漫天美好的景色的 但因为你不回来 所以洋花看起来 促进我的心情的话 好像雪一样 为什么 我的世界 一通冰封的世界 看不到色彩了 冷冷的世界 因为你不回来 这两个的比喻 有复合的情绪 有不同的意义的 对 刚时的雪 带来充满了泥愁 所以像洋花一样 今年你不回来了 那个洋花更像是 雪一般 因为什么 我根本已经完全等不到 春天的降临 你还是不回来 春不满人间 那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这里面写得很好 东坡把那个掌握 有那个景跟琴的 一个很绵密的结合 两个花之雪 雪之花是不一样的 两个在不同的场合 有不同的象征意思 那这里面看到东坡那种很巧妙的 来以景生前的手法了 好 这是洋花四雪 现在女孩子 孤寂的世界 就没有春日的温馨 反而好像雪中一样的冰冷 洋花四雪 主要是离球所引起的情绪 白天是这样的 以为可以望景 等到你回来多美好 但一直等都等不下去 春天就搭好过去 那晚上怎么办呢 从白天写到晚上 你可以说的 连一次又一次 从白天到晚上 都是如此的心情的 除非他不看 除非他不然 不然就出目愁长断 看到景都会伸出很多的情怀 那晚上的情怀 又另外来了 他说 对酒卷年要明月 本来自己孤单 明月三半 那月亮也孤单 那我们就彼此慰藉吧 我拿着酒来 邀请明月跟我共同去沟通 对不对 舒解而情怀 但没想到什么呢 那时候风露透窗沙 这么狠写这种孤独 无聊 哀伤 凄凉的情调 那时候风 露水 也滋生了 风吹过来 凉凉的 透过薄沙吹到身上来 那因为风冬呢 开始有种情绪 就你来了 你以为很温馨的 与月光相伴 那风吹在身上的时候 更加了这个孤独 为什么 那时候看到月光 没有只是照在你而已 有些月光普照天地 不是只关心你 你以为只有他为你做办 结果他根本不关心你 为什么 那时候 恰似恒娥连双燕 恒娥叫嫦娥 嫦娥的月光都孤独了 为什么月光和嫦娥 那个时候好像他 这时特别怜悯 在乌梁上的一双燕子 分明照 画梁行 他分清楚楚 就把月光照着梁上的一双燕子去 不晓得嫦娥如何居心 对不对 明明我邀请你 你应该跟我照着我 跟我相伴的 偏偏你还照着一双燕子 让我看到燕子双疏双气 而我却是孤单寂寞 你是有何居心呢 所以得到 代表更大的欢乐 反而带着更多的哀伤 对不对 原来是那么样的孤独 那么的寂寞 以为以后可以慧结的 月亮可以慧结你 没想到月亮照着梁上的双燕子的时候 产生更大的对比 燕子还是来来去去 都是一双一对的 然后我呢 还是孤单的一个人 这只写得很好的一种 离别相思的 而且送别交易的一种无奈的心情 我们补充了另外的送别师 刚才是送长官离去或者自己离去 现在这首更奇特 东坡是代人写中 真的是代别人而已吗 那我们说了不纯然 如果东坡没有这一趟经验 他无法有更深刻的体会 因为他就是各种人 他就是辜负他太太的一个男生 所以你可以看到东坡的一种温厚的 能够将心比心 他自己那边哀叹自己回不了家的寂寞 但想想看 只有他回不了家 他太太今天晚上也在思念着你 对着明月是什么心情呢 对着白天的杨柳纷飞 又是什么心情呢 就是他所写的女孩子一种寂寞的心情 如果你能够写一个词 却不能体会太太 我就不相信了 东坡应该是能够用自己的经验 化为这个词 但不能明说 因为有时候写起夫妻心情 太太思念我有点太过明白直路了 所以就巧立明目 说代人寄远 代人不是别人 实际上代的就是他的太太 我直接推测 我无法实证了 但这种有他的经验 这个也写在 真的是写在杭州 这是东坡唯一的这个时期 不跟他家人在一起 因为他奉命一定要到地方巡视 平常东坡都跟家人在一起 白天就去工作 晚上一定回家 现在呢 这几个月东坡没有回家 所以这个情怀 东坡是有的 能够将心比心的处理 好 我们今天就看到宋别提到这个部分了 那下个礼拜呢 我们从他的思乡 再看看东坡离开杭州到密州的 过程中的一种心情 好不好 下个礼拜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其实就是 色彩汇游 思书 殆 凡